第1361章暗欲风云 4 剑效 不是飞剑飞行的必须副产品 出席飞剑的修饰还可能控制不住 但资深剑修对剑效从来都是可控的 发出剑效 无非就是几种可能 控制不力 心情欢畅寄情欲笑 表明未知 暗示威胁 射人心神 等等 但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功用 是警 这把魂剑 能做到凭虚而生 力笑激荡摇山数万里方圆 那不是普通修饰能做到的 至少真君修为 不能如此 真君发魂剑力笑示警 先数年来这世头一次 魂剑镜头飞来风 可平日看起来颇为冷清的摇山 却一反常态 仿佛养满时人鱼的池塘 一块碎肉丢下 立刻废反连天 各大风头 无数剑光纵起 紧跟而至 五膝行 冲旋 韩芳 方凉 方天 不仅是这些正当年的中坚剑修 也包括中老风上无数移仰天年的老剑修 不仅是原因 也包括大批的金丹群 以及无数凑热闹欲空而起的小筑基门 轩辕文战而喜 可不是句空话 魂剑还未接近飞来风 几名真君已赢在风前 内剑三秦 支北 齿素 外剑永咒 长弓 画梅等 因为轩辕兵分双戒 所以绝大部分真君都镇守戒御 少有在宇宙中晃荡的 这也是整个左周环系的实际情况 大家都缩在家里 探出头看是否有人存心不轨 也是好笑 魂剑挂着六眼所祭神的灵宝 来到众人当前 见体一晃 以宁出百字尽言 机子宇宙 得知重足欲清我轩辕 所处遥远 不能仅传 故跟随而至 重足有阳神二十三名 其他真君原因若干 跟随重达四十万 为三方宇宙联合 戒暗欲空间偷渡 其位置已至距离清空时日余 因其空间神通莫测 不能准确判断时间 且以为 不能容重群侵入清空 自发性时起 机已孤见言敌 此念残见 当为最后 误念 一众轩辕真君震惊之下 皆勃然大怒 虫子竟敢偷袭轩辕 偷袭咬山 而且距离在暗欲中已不足十日 压真君已经开干了 所有的目光都放在三行 这位轩辕实际上的掌舵人身上 知北原神真君建言道 师兄 时日之短 我们没有多少反应时间 而且正如李师弟所言 虫族暗空间能力莫测 他们也不会在咱们布置的 牵引法阵附近出现 所以 这个时间可能会更短 要么 朝其元英吉以上大殿意识 或者 可以在通知清空时期大派 虫族来袭 也未必就是独对我宣言而来 真进了戒狱 其他门派也一个都跑不了 三秦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仰头望天 长出一口气 戏如白脸 虚斩而逝 把目光看向六眼 温和道 你家主人 是何时传来的消息 六眼激动得语无伦次 这还是他头一次和阳神对话呢 感觉格外的骄傲 就在百席之内 我和阿九知道形势危急 一点也没耽误 他负责摇晃九宫戒市井 并传出戒中各派修士 我则带魂剑飞出 自留下魂剑起 老大再没有传回消息 我估计是和虫子干上了 没时间联系我们 我和阿九有感应 不会有错的 三秦微笑道 你们做得好 回来无有重赏 转过身 看向身边已经急不可耐的真君们 不用开会 此事急迫 当有我独砖 传于方梁 一个时辰内 我要摇山所有经单集以下修士 撤出摇山 一个不留 存地诗人 人地皆诗 存人诗地 人地皆得 传于外方殿 通传清空各派 重足来袭 我宣言当为天下先 摇山空虚 欢迎清空各门各派前来做客 传于宣言所有原因及以上建修 无论内外 无分老幼 只要是能拿得起剑的 飞得尽虚空的 都随我走流亡地 咱们宣言 进攻 众人轰然应试 在最危急的时刻 定海神针的作用就凸显出来 但要做到这一点 实力 见识 资历 威望 缺一不可 就连外界的缺越在此都不敢如此刚刚独断 细数宣言内外 除三情外 恐怕也只有一人有如此的号召力 可那个家伙 却一贯的独行侠作派 而且惹获能力超强 宣言真到了他手中 还不知道会变成啥样 对其物不依赖的道童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反应超快 因为没有后勤的突类 所有的家当都在身上 随时可以来一场说杀就杀的战斗 庞大的战争机器转动起来 宣言建令之下 任何看似不通情理的命令都必须得到执行 一脸无奈甘着急使不上进的筑基门 满心不情愿境界只差一线的京丹门 虽然充满了抗拒 还是默默飞出药山 宣言有专门制定的应变措施 一些老原因将负责指引他们到达 早已准备了数百上千年的庇护之地 他们是未来的种子 不能随便浪费在重巢中 中老封上 等待寿源将近的肃老们没有离开 他们是轩辕剑派中唯一一个敢于忽略门派命令的群体 原应建修抛下手中的修身养性物是 什么锄头 桑茧 琴棋书画 美食酒烟 哈哈大笑中走向通往流亡地的传颂秘阵 经丹肃老则走向摇山美一处古老的宫殿 他们将在这里坚守 在死亡前把自己和建筑一起归于虚无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的贡献 是义务 没有人要求他们 要求他们的 是新 这些素老早已和宣源融为一体 无分彼此 永远不要小看这些衰老的力量 他们越近红尘 老而迷奸 在一个古老的传承中 他们看似不起眼 却是最忠诚 最勇于奉献的一群人 就像现在 与宣源共存亡的光荣就着落在他们头上 对此 高层门征一眼闭一眼 没法劝 三情令下 一个时辰撤出摇山的只是那些有无限可能的正式弟子 但摇山之大 其他人群的撤离就要缓慢得多 比如历史门 宣源城居民门 对他们 宣源指令未必通行 也多的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 其中暗含的深意也是不言而喻 起码宣源执事处的执事门 从门派撤离令传下开始 就忙碌了起来 各种偷摸到抢层出不穷 这是人性 哪里也避免不了 第1362章暗喻风云 五 所有能去暗喻虚空的修士中 跑得最快的 就是原因门 他们不像真军那样 还需交代布置一些事物 渴望战斗的他们在门派御令一下时 就挤满了中老风后山的传颂阵 五西行 冲旋 韩芳等狂热地挤在前面 雷霆店主位置支推早已丢在了脑后 五西行尤其如此 本来还郁闷被缺越打发回来无所事事的他 总算是赶上了好时候 这次没白回来 尊老静佑 是我轩辕数千年传承下的美德 所以 让老人家先走 让老人家先走 有肃老在那里吹胡子瞪眼 您都说静佑了 我们凭什么让 让年轻人先去 老家伙们先些口气 别闪了老妖 韩芳人群中喊道 争论资历 他会排到很厚 空有一身剑剂 实在是不甘心 内剑先去 我们速度快 先拖住虫子 五西行一张嘴 还是那么个招人恨 凭啥你们先去 你们内剑就那几个毛人 你就浑身都是血 够多少虫子咬的 还是我们外剑先去 到时组成剑阵 也能支撑得长久些 一名外剑员应不愤道 按年纪牌 按实力论 按男女 谁剑快谁先去 不怪剑修门推推扫扫 通往流亡帝的传送阵 一次就只能过去两个人 一刻之后 才能开始下一批 当初攻取流亡帝时 轩辕上清两派足足 在这里传了数个时辰 才完成集结 守阵的是两名外剑金丹 眼前黑压压一片人头 都是他们的长辈 他们是哪个也得罪不起 躲在那里左看右看 可怜之极 混乱的景象没有持续多久 支北河长弓的到来 马上就让大家安静了下来 在他们的安排下 原因修是两人一组 依序走入传送阵 他们被下了严令 在流亡的等待集合 面对四十万的虫群 数个剑修冲上去毫无意义 毕竟他们不是李乌鸦 争分夺秒是应该的 当下情况下 还谈不上分秒之争 虫子还有数日到十数日的行程 现在又有乌鸦在其中捣乱 故此完成集结的时间是有的 倒是没人担心李乌鸦的安全 此人修到七百年 担心他安全的人通通都被打了脸 那就是个打不死的小强 你只需担心他惹的户有多大 却不必怀疑他能全虚全伪回来的能力 二十三个阳神 这对任何门派 甚至任何界域来说 都是一个恐怖的数量 换作是二十三个阳神法修 三秦绝不会如此鲁莽地进出剑修 正面恭喜 因为法修的过去未来实在是太难找寻 纠缠之中 剑修的损失会很大 得不偿失 虫子就不同 它们强大的现实外 却是掩饰粗糙的过去未来 而剑修是最不怕现实强大的生物的 可以这么说 轩辕真君剑修 人人都有斩杀虫族阳神的能力 尤其是几个内剑修 三秦是这么判断的 轩辕除他之外 还有九名真君 基本都可以独队一名羊神崇妖 有的会处于劣势 但几个元神是有优势的 比如之北 永州 长弓 他自己对付数名羊神崇妖没问题 再加上礼姬 所以 形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差 至于崇族的真君们 他相信五西行等这一批强力原因的能力 说白了 每个剑修基本都是越阶挑战 这是他们的传统 没什么好奇怪的 天道让他们传承艰难 同时也补偿了他们更强大的战斗力 在轩辕的战争历史上 也从来没有一次战争轩辕 是占人数优势的 都习以为常了 作为一派之常 哪怕是独断 三秦也绝不是任性形式 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基于三点 首先和李基一样 他也认为绝不能把虫子放进戒狱之内 在虚空中 战斗只在高阶修饰虫妖之间进行 如果进了戒狱 四十万虫群就有了用武之地 他们不在乎自身的伤亡 可人类在乎 真到那时 四十万虫子往地底一扎 对哪个门派来说都是个巨大的灾难 那意味着无穷无尽的麻烦 就算最终赶走虫族 没有个数百上千年 星空也安定不下来 同时还意味着凡人的无数死伤 其次 剑修都习有纵剑之法 他们可从来也不会站在那里当炮台 等着对手围攻 在大范围的纵横交错中 虫族的优势将会被降到最低 所谓剑修不怕群污 就是这个道理 顺途而来 顺途而去 踢出一剑 再找下一个 就是纵剑的精髓 说白了 就是发一剑换个地方 永远不在同一个地方停留 不限于围攻 这样的方式 是最好的洗扰方式 让虫子进退不得 继续进界狱吧 对手都他妈的打出来了 失去了偷袭的意义 就地决战吧 对手还滑不留守 这一切的目的 就是为了第三点 清空各派 不可能就这么看着轩辕和虫子大战而束手旁观 因为清空是一个整体 虫子真钻进来了 可不会只停留在北域一处 40万虫群 那是哪的周路也跑不了的 大路架都连着呢 正是因为如上的判断 三情才会断然下令营出去 也是为了减轻里击的负担 更是为了逼清空各派出手 否则开会讨论扯皮 恐怕那里乌鸦都凉透了 也商量不出个什么来 出个时辰后 传送阵前的剑修门中剑稀少 三情也赶了过来 等他们几个过去 就可以暗喻搜寻虫族行踪了 又有两名原鹰剑修走了过来 看到这两人 三情叹了口气 冲其中一位说道 方良 碧瑶山之事都安排妥当了 数千弟子的撤离可不是小事 需得有稳妥之人照应 方良一笑 失熟 您也知道 撤退是仪式永远也安排不完的 就像养活孩子 搞出来就注定是没完没了的麻烦 就让弟子去吧 我这一生 就差这么一次大场面 错过这次 还不知道有没有下一次 三情点点头 方良的时间不多了 他修为没问题 道竟也有 就是差异分血的历练 这是剑修必须要过的关口 如此 也罢 你是个谨慎人 我就多说一句 量力而行 勿要争胜 以事而定 进退由心 你的战斗经验没他们丰富 也不需要去和谁比 你就和自己比 可懂 方良一级 战去阵中 他当然明白三情的意思 剑修也讲究生死一争 刀口舔血 但那是玩冠斗战的老手的专利 像他这样平时处理公务的 少了很多这方面的经验 再去刀口就不是舔血 而是跌血了 第1363章暗喻风云 三情看着另一名修士 却不知话从何出 因为这名内建修身份 有些特殊 他正犹豫间 那名修士却吻嘴一笑 吃薄 我就留在后面剪剪刮落 不会上前给大家添麻烦的 我也是宣言议员 当此门派为难之机 不能阴险而畏 便是礼机在 他也不会拦我 三情略意思考 也是无奈 隧道去吧 小心些 不要使气 你和方良在一起 互相间也有个照应 两人依言遵命 只方良在心中暗暗叫苦 和这个娇小姐一起 不用说 她是必须担负起 全程看护的责任 虽然她也知道 这也有三情不让她 深入重群过深的原因 但真打起来 纵起来 谁又说得清楚自己的位置 关键问题是 她连自己是否能活下来 都得打个问号 又何的何能保护别人 尤其是这女子身后 还站着一个全轩辕 最恐怖的大虫 眼看两人在传颂阵中消失不见 支北皱了皱眉 痴兄 是不是不妥 一旦和虫群接上 便是你我 也做不到就一定能保护谁 就更别提方良了 到时在引起李师弟的情绪波动 怕反而得不偿失 三情苦笑 我怎的不知 她哪怕有她夫君的一成本事 我也不担心 不过我轩辕见修在此为难当口 不退缩是本分 是道心 不能拦 等进了暗喻再说吧 我估计三清来人和咱们也是前后脚 到时派他们去居中联络 或者其他什么不直接厮杀的任务就好 也未必就一定会念对重足 战斗 没有侥幸可言 意外随时随地都会发生 像他们这样经验丰富的斗战老手都清楚在战斗中去保护一个人是多么的不靠谱 那真是不如打晕了他 然后背在身上更省心些 尤其是处于纵剑状态下的剑修 来去无踪 连自己都不能确定自己下一步会纵向哪个方向 又谈何保护 所以对象安然 方良这样实力明显偏弱 又对宗门有大贡献或者身份特殊的人 就没法去要求他们必须从血雨火中实打实地走出来 最理智的办法是让他们留在清空 可他们也是要进步的 你不能因为他们可能拖后腿就永远让他们留在安了窝里止境等死 很矛盾 不过总是有办法的 联络其他门派修士是一招 其实进了流亡帝就有更好的机会 比如居中调停流亡帝大批元英修士的行止 这也是一股相当庞大的力量 虽然真军就一个 可是元英却大把抓 这也是轩辕剑修敢于单独面对虫族的底气所在 在元英阶层 他们的数量并不少 轩辕高阶修士离开一日后 来自清空各大顶级大派的真军开始在这里汇聚 道理都明白 住击小修都懂的是 没可能到真军了反而犯糊涂 这就是李基把虫族突在暗域的最大目的 突在暗域附近 清空各派就一定会出人绞虫 因为还有把他们拒之门外的机会 谁也不想自己美丽的家园 自己的洞天福地下面时不时的钻出头虫子来 但如果虫族已侵入摇山 那么他们一定不会来救 因为大局已定 既然避免不了虫子的肆虐 那么为什么不让他们先把一贯强硬的轩辕剑派先毁灭掉呢 这就是修士的思考方式 没有对错 只有利益 太轻暴缺子看了看周围的各派真军 大家的选择是出奇的一致 来的都是真军 没有原因 对法修一脉来说 原因境界的法修在虚空对上虫族没有优势 战损会很大 就不如全去真军 能打得聪容些 让他欣慰的是 清空真军门来得很奇 出乎意料的奇整 不仅是大派真军几乎一个不拉 就是稍弱些的一流门派 派中有真军的 也全来了 这其实也是提中应有之事 远征天狼 毕竟无论时间还是空间都离清空太远 总有不感兴趣的 不愿意冒风险的 但这次不同 这次是虫子打上了家门口 再不拼命的话 以后就得在自己的地盘上面对虫子 没谁能忍受这个 来的差不多了 我等先进去 让后来的再聚团 每聚五个就可以去暗喻搜寻 抱缺子不想再等 他有些担心轩辕在前面顶不住 如果轩辕垮了 他们也够呛 到那时可就是清空的劫难 每个上千年都缓不过来 而且还势必影响到他们在五环的布置 需要从五环抽掉人手 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 必须把虫子拦在暗喻 一步也不能退 郁清宇洛真君提醒到 需要建立传信通道 让后来者能第一时间找到战场 否则以暗喻之大 恐怕很多人都无处使力 抱缺子一笑 不必担心这个问题 轩辕一定会解决的 他们会在最短时间内把我们引导到位 让我们拼命 又岂肯让我们闲着 众真君哈哈大笑中 两人一组 开始进入传颂 几名三清道人落在一旁 神事交流 与洛真君就叹了口气 哎 可惜 可惜 他在可惜什么 对三清道卖来说 不言而喻 大好的削弱轩辕的机会 就这么白白浪费掉 实在是让人心有不甘 抱缺子沉声道 轩辕中有高人啊 早不发现晚不发现 偏偏等虫族快接近清空 要出位出之机发现 这机会把握 当真是炉火纯青 几个老到默然 利益得失有轻有重 有先有后 轩辕找的这个时机 就是逼着清空各派 不得不出权力 卫护自己的家园 想偷懒都不成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其实是两个大小狐狸 在为经商量的情况下的 不谋而合 可以想象 李基如果过早传回消息 在虫族没有出发之前 进攻虫族 就一定不会有门派硬核 除了可能拉上围剑山 苍穹剑门 没人会陪他们去封 这是小狐狸的算计 李基在暗喻只有十日左右 行程时传回消息 三秦立刻便明白了他的意思 举派前出 放弃根据地摇山 幕后的意思很明白 我轩辕去拼命了 至于拼不拼得过却不好说 拼不过也无所谓 远走五环救世 就让虫子来祸害清空 这一招相当狠辣 法脉和剑脉联手 拦住虫族的可能很大 单独一脉就不好说 剑修纵剑了得 来去自由 三秦又不是傻的 难道真的会把所有实力 死磕在暗喻之中 当然是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撤 把烂摊子甩给清空猪大派 这么多的虫子 你们看着办 第1364章暗喻风云 所以在接到轩辕警信后 虽然心里骂娘 始于大派行动却不敢怠慢 一日之内 所有真君齐聚轩辕 就是不想在轩辕撂挑子前 由他们来接过抗击虫族的艰巨任务 既然要杀虫 那就大家一起杀 谁也别想轻松了 轩辕是这么想 三清也是这么想 所有大派其实都是这么想 虽然敌视了上万年 但现在却不得不全力帮助对手 因为帮对手也是在帮自己 清空真君门在极短时间内就想清楚了其中的诗 这才有了现在的形势发展 一个门派要传承 可不仅仅看硬实力 就这些勾心斗角 隐于云淡风轻之下 才是一个门派真正掌舵者的责任 幸运的是 清空这群大小狐狸 都很称职 李基确实有他深远的谋算 但前提是 他必须独自撑过战斗最开始的一段时间 否则 一切休提 他失败 接下来的轩辕剑修在虫群巨大的数量 劣势下也逃不了好 轩辕逃不了好 撤出 清空其他道派一样也反转不了 局势就此米烂 大家一起完蛋 毕竟 23名羊神 远超清空当下 这个差距是没法弥补的 暗喻虫群大军中 数百个虫团依次递进 井然有序 这对一贯散漫 并没有严格纪律组织的虫族来说 并不容易 能做到这一点 根源便在于每个虫团的核心都有一只大妖操纵 所以 大军行径 说穿了就是几百个大妖的行径 如果解散虫团 放任个体 40余万虫子 还不知道会跑成什么样子呢 还是有些例外 比如通传消息 沟通物资 偶尔还有虫群的虫星编排 李基注意到 那个神秘虫妖所在的巨大虫团 一直都在虫群补充中 仿佛里面有个东西在不断吞噬着这些小虫子 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养分 食物 那些补充巨大虫团的其他小虫团都显得有些不情不愿 他们在放出数十小虫子补充后都会快速离开 仿佛离开一个恶魔 这让他看到了某种机会 于是 裹挟着自己这一团洞虫子 悄悄地靠近 不敢速度太快 这个过程足耗了他数日之长 虫族在指挥协调上的短板词时曝露无遗 如果是人类修饰 谁接近谁不该接近那一定是纪律严明 井井有条的 但在虫族这里 就有些随性 终究 他们不是人类 这比李基计划中的更顺利 他原本冻结这一团虫子的目的 也不过是想尽量地靠近神秘巨大虫团 现在有机会可以无限靠近 那是意外之喜 尽量不发出任何气息 把人类修饰的所有异常都隐藏在虫团强烈的虫席中 当一大一小两个虫团灵距离接触的一瞬间 李基报起发难 不能再继续接近自己这团洞虫子瞒不过羊神的感知 自己人类的气息隐蔽的在巧妙 你也不能指望去接近一名羊神虫妖的身 况且 这只虫妖很可能还是某种特殊的存在 非剑一闪而逝 李基没有试探流利 但从对方那一剑之威 剑术就未必在自己之下 而且 在群虫环似之下 她的时间只能用席来计算 五席之内结束不了战斗 她就必须纵出去 否则被二十几个羊神虫妖围上 必死无疑 神秘虫妖的反应比她想象的更快 非剑方一贯入虫团 巨大的虫团仿佛内部有力量炸开 静万小虫分崩离析 生死不知 同时一道剑光标出 和李基的非剑队撞在一起 同时湮灭 巨大的冲击颇在也无法掩饰 虫族大军所有的目光都看向了这里 李基终于看到了真相 那个所谓神秘的 会使用非剑的羊神虫妖 他就根本不是虫子 而是一个高贯大秀 容颜古仆的道人 既在意料之外 也在情理当中 但虫子们的反应 却远出他的意料 几乎在巨大虫团崩散的同时 反应最快的几名虫族羊神大妖 已经开始向这里移动 究竟的两只真军级虫妖来得更快 李基想象中的五席时间完全不靠谱 能给他三席自由发挥时间 已经是稍高香了 显然 某些虫子 尤其是第三只虫外的虫子 对这个虫团的贪护狠着紧 李基还没来得及开始他的下一次攻击 那名高官道者的飞剑已经反击而至 这是李基真军以来遇到的最强反击 糟糕的是他暂时还不能退 因为他不确定这道者会不会跟出来 雪上加霜的是 最近的两只虫妖已经出现在世界中 如何应对 在一出手的瞬间 他就陷入了困境 电光火石之间 李基的反应纯平本能 数百年生死绝症的经历 让他在越危险的境况越冷静 鉴于盗者的飞剑隐含杀戮意境 他选择了针锋相对 同样标出杀戮飞剑硬汉 这是不能移动情况下的最佳选择 同时剑光大圣中 两枚飞剑向后斩去 以他现在的实力 剑上威力之重 两只阴神虫妖毫无意外地被斩成四截 抓住难得的剑戏 李基神魂鼓荡 金神刺 同时瞠目大喝 抱扬 醒来 古装道者毫无反应 显然 李基的神魂刺激并不能对他造成影响 也许是神魂力度不够 也许 此人已完全失神 撞死人身 实为重魂 遗憾的是 古装道者的反应就是铺天盖地的飞剑 正宗的不能再正宗的剑光分化 李基心底叹了口气 不再坚持 纵剑而起 同样剑光分化 百万道剑光挥洒而出 针锋相对 寸步不让 已经没有坚持的意义了 瞬间太是判断让他心如明镜 偷袭窥探以失败告终 两个真君层次的重邀对他来说连收获都算不上 早知是这个结果 那就还不如偷袭其他重足羊神 再调两个还是有把握的 现在 为时已晚 这个古装高贯见者 准确地说 他的师兄 抱扬真君就不是他短时间能撼动的 也许 给他充足的时间 更公平的环境 他能因此抱扬 但现在的条件下 一丝希望也无 所以 断然抽身 第1365章暗欲风云 8 好的斗战之士 一定是最懂得抓时机之人 攻击时机 变化时机 防御时机 也包括 跑路时机 在此缠战已经没有意义 为了拖住虫族 现在的他必须尽量和抱羊拉开距离 把目标更多的放在其他羊神虫腰上 纵剑群殴的一个原则方向 就是势子减软的捏 李基在向后纵盾时 漫天剑光在和抱羊硬碰硬的交锋中 没有占到丝毫上风 当然 也没吃亏 在剑光分化的对峙中 他的飞剑豁然一收 聚合一剑 向抱羊斩去 同时自己的身体退出对方飞剑的射程之外 在剑修的对决中 贸然撤剑是很危险的 这几乎就是拼老命 但如果和盾行配合 那就是另一回事 抱羊一不未动 失去目标的剑光同样一句 向李基的巨合一剑对斩而至 但是 双剑相碰时 却没有想象中的惊天动地 李基的巨合一剑仿佛须不受力 被抱羊一击而散 这是假象 七招剑幅秘技 虚合剑相 抱羊的飞剑没有拦住真正的攻击 一道暗影却在抱羊脚底一掠而过 冥冥中 仿佛有某种联系被斩断 这就是李基数百年剑技的极大成者 剑光分化转聚合一剑 聚合一剑转虚合剑相 虚合剑相也不纯粹 它其实的根脚却是李基的因果树 剑枝双面 这就是李基领走前的最后一睹 因为他知道杀抱羊并不现实 就算能杀 羊神重生之下 这样的杀法也没有意义 一次生死很难看透一个人类的过去未来 要多杀几次 但以抱羊的实力和周围双位数的重足大妖群似 又哪会还有机会 所以他赌 赌抱羊现在这副德性另有缘由 能控制一名羊神的神魂 那一定不是简单如喝狐迷魂散那般的简单 以李基对这类腐修诡异手段的相对评级认知 他的手段也极有限 拿得出手的就一个 剑枝双面 所以 纵剑远顿是假 斩抱羊因果是真 现在 侥幸成功 他却没时间看成果 一名羊神重妖骚然出现在他面前 四次一张 大神通 与风成剑 李基一步不退 在眼见光分化 卷成剑筒 和数十万根大妖精血所住的羽剑硬碰硬 正要栖身而尽 手刃这只大妖 却神是有感 再次挪一而出 在他站立之处 赫然又出现了两只大妖 李基纵声大笑 还有多少 都来吧 他这里故作意气风发 虫子们可不吃他这一套 在算计上 在交易上 在纪律上也许虫子们有缺陷 可在战斗选择上 他们却有自己本能的判断 23个羊神打一个 哪怕是最犀利的剑修 能施展的开麻 再者说了 虫子也是要脸的 以李基为中心 一个巨大的立体包围圈出现 这是净打百万里的包围圈 核心处 给李基和五只羊神虫腰流足了空间 其他虫子则漫步包围圈上 以保证不管剑修从哪个方向上图围 都会有虫腰第一时间阻拦 很简单 很有效的办法 李基心中暗暗叫苦 同时面对虫子羊神 三 四只就是他的极限 这大概也就是三情的水准 虫腰来了五只 明显对双方之间的实力评估十分准确 吐起胡落 到了现在 其实离他最开始的动手 也不过才过了不足实习 虫族是拖住了 不过这条小命却在风雨中飘摇 现在别说拖他个十来日 便是拖几个时辰都是痴心妄想 先闯出去再说 不能留在这里困兽游斗 这是他的第一判断 便在此时 一道神势 包括其中隐含的庞大消息 骤然击中了他 这不是恶意的 而是轩辕剑修在紧急状况下的资讯顺传 轩辕袁兵还没来 那么是谁 李继在漫天剑影神通中转着徘徊 飞剑指东打西 身形忽左忽右 高低前后毫无规律可循 身形却在所有虫子都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靠近了抱扬 在短短数席中 凭借真军强大的神魂 他已经读懂了传来消息中最重要的 关于战斗的这一部分 在一次的双虫夹击中 李继一反常态的没有躲闪 而是冒险对冲而上 双虫信仰压制下的力量碰撞让当先一只虫腰被斩成灰灰 同时挥出无风 把另一只羊神虫子剖成两片 他一直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之所以不做 是因为这样杀羊神没意义 徒劳冒险好神 却不能真正杀死对方 对方重生于外 有另外三只虫子牵制 他也没有穷追猛打的机会 一只虫子被杀一 二次过去未来暴露 立刻就会有周边的虫子接踢而上 就是无用功 所以 虫腰门并不畏惧被斩 但诡异的是 里基明明只斩了这两只虫腰的现实 却有两团巨大的倒霄天象升起 黑洞漩涡激荡冲击 传出的震荡只传数百上千万里之外 虫族门还没反应过来 里基的剑光又盯上了另一只虫腰 灵力到极致 没有干扰的剑光直接突破了虫子各种神通附体 当第三只大虫腰被斩出倒霄天象时 所有的虫子都看明白了 那不是一枚飞剑 而是两枚 里基展现是 爆仰展过去未来 配合默契 丝丝入扣 仿佛已经合练了千百年 那是轩辕剑修本该有的 独属于剑修的默契 来自于传统 体系 摇山雪原共同呼吸过的空气 剩下的两只大虫腰想往外跑 周边的大虫腰在往里冲 短暂的时间内 其中一只大虫腰却还是没逃出两名轩辕顶尖剑修的双剑夹击 若不是支援来得快 变核心战团中的最后一只 怕也难逃覆灭的命运 这一次 没有摇摇的包围圈了 虫族羊神从23只骤然下降到了18只 而需要对付的剑修却从一个 变成了两个 根本包围不过来 混战 突然发生 一时间 方圆百万里内 虫鸣悲壮 剑笑裂空 所有羊神以下的虫族都躲得远远的 现在可不是逞英雄的时候 实力不够擅闯战团 瞬息间就是个死的结局 他们可没有重生的本事 第1366章暗域风云 9 战斗至此 实际上整个时间也没超过50席 虫族和剑修 都是战斗干脆的家伙 确实很少有使用控制和消耗战术的 这也是李基的幸运 如果这里换成法修 早就铺天盖地的控制法术层叠而下 那才真正反死个人 虫族大军 自李基一剑劈开抱羊所在的巨大虫团起 就陷入了混乱中 一支军队 如果统帅们都跑去打架 士族还是从不以纪律为掌的虫子 其结果可想而知 有自持勇力往前靠的 有担心持一支央往后退的 不一而足 撞在一起 混乱之极 在这种混乱中 大军的后侧 不引人注目的人类七条伏法也有了变化 前道人牙关紧咬 在走与不走之间犹疑不定 这是关乎数百人类修饰生死存亡的大事 由不得他不慎重 不谨慎 他只是个商人而已 如果性格杀法永绝 也不会跑来做这行当 所以在决断上 就有些畏首畏尾 思前想后 但好歹也是商人出身 心中还是知道的 最关键的一点是 他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拿出主意 现在观望 就是找死 因为虫子一定会查出 那个捣乱的剑修 就是从他们伏法中出来的 在艰难的抉择后 前道人仰天长叹 罢了 罢了 都怪老夫眼拙 怎么是得了这么一个祸害 我们转向 全速离开这里 伏法在混乱中悄悄转向 向后变走 这个时候 其实大家都在转向 无论是伏法 还是重团 所以他们的动作毫不出奇 根本没重关注 只不过其他重团 在转向飞出一段距离后 都会停下来驻足观望 只有他们 确实越跑越远 越跑越快 跟过来的伏法只有二条 其他四条做出了 他们的选择 停留观望 大概是认为 虫子离不开 他们的交易 或者认为 那个捣乱的剑修 并不是出自 他们那条伏法 他们有解释的理由 天知道他们是怎么认为 能和虫子正常解释 沟通的 或者是长期的交易 让他们忘掉了 应该的警惕 忘记了虫子的本性残忍 这是自己的决定 生死选择 怨不得别人 一开始 他们叫得自己的选择 因为就只有一名人类剑修 在不自量力 除了斩掉两只鹰神崇腰外 再没有斩获 想来 被大群崇腰收拾掉 也是早晚的事 但随后 战局开始出现了奇怪的变化 四名羊神崇腰连续被斩 而且捣乱的剑修 也从一名变成了两名 虽然相对于崇群来说 仍然为不足道 但这种趋势 却让人心中忐忑 前道人却长输一口气 他顶着巨大压力跑路 其实伏法中是很有些反对的声音的 但随着连续四团盗销天象升起 所有的反对者都闭了嘴 剑修 净恐怖如斯 还有三十席 小子 你我再斩几个 抱扬神传李姬 同时剑光变幻 剑光分化下 百万道剑光铺满虚空 只攻不守中 承担着大重妖门的绝大部分攻击 李姬心如止水 这是他的习惯 别人是越杀越热血 他则是越杀越冷血 同样使出剑光分化 超过两百万道剑光 把一方空欲试铺的密不透风 同时裹在其中的 还有三只大重妖 因为承受的压力较低 沙纳的自然便由他做主 剑光飞腾下 其中百万道剑光骑骑一阵 碎成无声的神魂攻击 正是西昭剑府的秘迹 大阴犀牲 随后一道冷冽的剑光披下 当中一只大虫妖被斩成渣 抱羊的配合默契无比 李姬这里的现实飞剑刚刚落下 他那里的过去未来剑也已飞出 对虫子已熟悉到不分彼此的他 在判断虫族羊神过去未来方面 根本就没有失守的可能 一妖方夜 天地一鸣一暗 阴阳即灭剑 圈圆剑敲密传 另一名虫妖刚刚从大阴犀牲中回过神来 又如何挡得助理机的夺命一剑 顿时了杖 同时过去未来被抱羊所斩 这是第二只 但第三只大虫妖的利爪 已在要同时维持漫天剑光分化 合展过去未来的抱羊身上 拉开一个巨大的伤口 好剑 当服一大白 抱羊丝毫不顾自身伤势 为了肃杀 成伤就是必须的 能重生的他不承受攻击 难道让那个才是原神没有重生能力的轩辕后背去承受 这一次却是他起的头 反手一抓 以紧紧带住重妖 在对方利爪完全撕裂身体时 剑出过去未来 几乎与此同时 李姬的飞剑已至 抱羊和重妖护诸而亡 但抱羊立刻原地重生 李姬随之展开的剑光分化 紧紧地把他包裹其中 以求帮助其度过重生瞬间的不是 到目前为止 两人联手 以斩七只羊神崇妖 顶级剑修的实力在这一刻表现得淋漓尽致 两人再次合避 不过这次的剑光分化 黄黄剑士却只兜住了两只崇妖 其他的却是学乖了 只站在剑士外摇发神通 李姬之道时不可待 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 也不保留 纯粹力量本源 信仰压制 五封剑完清出 当面硬碰硬把一只崇妖撕得粉碎 好手段 抱羊兴奋不可名状 也许是因为这一刻的辉煌 也许是终于看到了轩辕的后继友人 见光所出 神鬼莫测 转瞬之间 崇妖了仗 即便坚韧疯狂如崇族 毕竟是诞生了灵智的大妖 在这样的打击下也不由地产生的恐惧 他开始寻求向外球的同族帮助的机会 何剑修对抗 心智若失 那真正是神仙也救不了 不出两席 被斩于双剑和比之下 战斗至此 抱羊的消耗极大 虽然攻击崇妖现实的任务主要有理计完成 他只负责过去未来 但不要忘了 周边十数之阳神崇妖的神通伤害几乎由他一力扛之 便强大如他 在经历了崇妖上百次神通打击下 也以阳神不稳 遥遥欲坠 战斗出现了短暂的间隙 崇妖们因为两名剑修的涌烈 无可抵挡的剑士 不得不暂时退却 没有在一股脑的一涌而上 更远处的崇族真君更是大气不敢出 就怕剑修的目光盯上自己 抱扬毅力如松 大喝道 千年憋屈 今日烧得缓解 小子 我要感谢你 圈圆有你 我心无忧 来吧 帮老头子走着最后一程 礼金默然 身失一礼 飞剑骚然发出 三道剑光分席抱扬过去现在未来 抱扬目光坦然 一丝老泪 潸然而下 似在追忆往席 感叹平生 那里 有他的意气风发 也有追悔莫及 青空摇山 闻广风剑魂殿 最深处 一盏魂灯悄然而灭 第1367张纵剑虚空 李继把冷冷的目光 放在虫裙上 嘴角咧出一道难看的微笑 今次 怕是要不死不休了 虫族之中 杨神以下的虫子都以为 这个剑修杀虫杀的失心疯了 只有虫族大妖门才知道 他们最后的谋算已经失败 那个人类老家伙 放着漫长生命不想着享用 反而为了所谓狗屁的荣光 而放任自己被同门杀死 真正是死不足席 他们心里都清楚 在过数席 老家伙在古老的诅咒下将再次变回虫族思维 到那时 拿下那个同样棘手的小剑修就不在话下 现在麻 只剩下13个虫族大妖还处在这里 虽然仍然优劣悬殊 但气势不在 而且 这剑修会不会有支援 清空介域是不是还按计划侵入 这些 都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李继察觉到了虫妖门的犹豫 想走 哪有这么容易 想和轩辕动歪心眼 现在认错 已经晚了 纵起身形 不是往前迎向虫族大妖 而是那些虫团 虫团的移动和虫妖单独移动比较起来 要笨拙得多 而且 都是真君和原音级别的妖怪 李继察他们 不要太轻松 连续几个虫团核心虫妖被斩 小虫子们崩飞四散 他们要么重新被大妖门归拢 要么就会累死饿死 在暗欲茫茫虚空中 除此之外 不善远航的小虫子没有第三条路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是无视 是蔑视修士不得以大欺小的修真规则 羊神虫妖门悲鸣终极扑锦射 他们无法无视 虽然并不太在乎这些小虫的生死 甚至破红魔破大战时 还需用他们建立生命通道 但不代表他们能容忍这许多虫子 就这么白白浪费在暗欲虚空中 这是两个概念 一个是主动抛弃达到目的 一个是被动被宰死的毫无价值 大军彻底乱了 所有会移动的生灵都在跑 虫团在跑 其核心的虫妖是左右为难 放弃小虫子会让他们取得速度和发挥实力 但如此一来 就变相地达到了纳建修的目的 拆散虫团 扰乱大军 李济在跑 纵箭在虫团之间简直不要太爽 他都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想到这个办法 沙羊神以下没有压力 追击自己的大妖还不能进展实力 因为漫天都是飘荡无一的虫子 他的纵箭之法在这种环境下简直是如鱼得水 似鸟降空 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箭一个虫团 如砍瓜切菜一般 人类也在跑 因为剩下的四条符法上的修士总算是看明白了 如果虫子是妖怪 箭修就是恶魔 仅仅一 二个箭修就把四十万虫族大军搞得七零八落 杨神大妖都死了九个 真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 杨神大妖也在跑 或者说是在追 但漫天虫影极大的影响了他们的追击效果 没法施展神通 你又拿什么拦住那个卑鄙的箭修 纳斯专往虫多储渣 一个神通下去 打不到箭修反而轰死一片自家童足 急躁中 就有忍不住怒气的大妖开始向人类符法上的修士出手 这是虫族的性格必然 符法上虽然都是商人 可这些商人可不是软柿子 都是提着脑袋做买卖的凶人 可没几个像前道人那样的幕后斯文人 当然不可能束手挨打 于是纷纷跳出符法边打边撤 这又引起了更多虫族大妖的愤怒 如此恶性循环 全乱了 轻援剑修群排成一个巨大的一次形 横长超过百万里 向预测的方向横扫而去 没有分散寻找 因为一旦发现战场 就需要第一时间投入战斗 没时间再去归拢兵力 横阵两侧都是真军 中间是原因 这样有利于最大的感知范围 他们将在里基所提供的 虫族大概航道上走之自行 以求最大限度的发现战场 但是 其实也没那么艰难 在进入暗域三日后 从空间深处连续传来微弱 却清晰可感的灵机冲击波动 都是杀人经验丰富无比的老游子 根据冲击震荡的特征 他们立刻判断出 这是遥远处的修真生物 被毁灭时产生的倒消天象 所发出的余波 方向明确 在三秦的调度下 轩辕剑修立刻收拢集中 犹如一轮弯月 三秦式箭头 月刃处皆是真军 他们开始全速兵式 凛冽的杀机 让沿途的空间都隐约震荡 月阵中 原因见修门各个亢奋到极致 这种磅薄的气势 没有经历过你永远也无法理解 这是法修体修等其他道统 永远也不会做的兵家之道 仿佛集群冲锋的骑兵 就是在懦弱的人 身在其中 也只剩下了热血和杀戮欲望 微弱的灵机冲击一开始只传来了四道 这让见修门心中大安 乌鸦就孤家寡人一个 如果他有事 怎么可能传出四次盗销天象 不用想 也知道这必定是虫子们的 长弓在月阵中大海 他和李基有救 也是在五环并肩作战很多年的战友 最近才轮换回药山 乖乖 这都是羊神吧 大家跑快点 不要让功劳都被李乌鸦抢去了 劳子可不想看到他那一副得意洋洋 指高气昂的小人嘴脸 众人埋头赶路 二十三个才死了四个 还有的杀 现在虫子在他们眼中 就只是虫子 而不是什么羊神 真君 这就是榜样的作用 不知不觉中 让人忘记境界 忘记差距 没过多会 那个方向又连续传来羊神道肖的灵机冲击 先是三道 随后又是两道 五西行就很郁闷 偏头看向身边的冲玄寒芳 鸭哥这是吃菠菜了 他就算吃肉 好歹也得给咱们剩口汤吧 照这速度 等咱们赶到 还剩什么 冲玄咬牙道 别担心 骨头是有的你啃的 羊神咱们啃不动 下面的真君元英大把抓 有的你忙呢 五西行眼珠一转 记上心来 冲师兄 要不咱们就比一比 看谁虫子杀得多 谁输了就去雷霆店座堂去 冲玄豪迈道 比就比 真君算一个虫头 原因算半个 羊神令算 如何 五西行音音一笑 好 就是这般 冲师兄 小弟看你这个店主位置是坐定了 第1368章打击 李基的主要目的在于搅乱 而不是杀戮 他心中很明白 虽然现在的形势对他很有利 但这是建立在他移动迅速 绝不停留一地对某个虫子 不依不饶下死守的前提下 绝不能小看虫族羊神大妖 之前杀得痛快 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抱羊的死至已定 不再顾惜自身 承受了绝大部分的伤害 更在于他对虫族大妖过去未来的深刻了解 那可能是他作为虫子时的唯一收获 没有了抱羊的帮助 杀大虫妖开始变得艰难起来 如果真想动手 现实展一 二次观察过去未来是必须的 但有这样的时间 其他虫妖早就一涌而上 却不会给他充足的时间机会 所以 制造混乱就是重点 打乱虫群的秩序 让虫群无论是回撤 还是继续前进都必须先收拾这里的残局 归拢那些在虚空中挣扎的小虫子 建立秩序 他不知道这样的混乱还能持续多久 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破坏了近三成的虫团 但虫族大妖也在随时的归拢中 随着虫族羊神的越逼越近 破坏也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如果有三个大剑修在此 比如加上抱扬三秦的话 虫族的混乱将一发而不可收拾 最终走向崩溃 但现在只有他一个 却是力不从心 人类伤人的捣乱只在大军范围的边角 而且他们是边打边撤 指望他们一头扎进来 既不现实 也没这实力 他们虽然凶悍 但就其实直 也不过是一群谋求自保的可怜人而已 自李基通过九宫界送出消息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天 理论上 轩辕剑派有足够的反应时间来决定整体策略 如果他们最终选择主动进攻 那么现在也差不多快到了 主动进攻是大概率 李基很了解自己的门派 尤其是如果三秦在摇山的情况下 那几乎是必然的 老家火贼精 不可能看不到在暗域虚空主动迎敌的好处 是打势撤进退自如 也根本不会担心对伏地的影响 最笨的方法是在清空界内迎敌 哪怕能纠集清空所有的门派 但在四十万重足的铺天盖地下 最多也就是个两败俱伤 完全不符合轩辕一贯的形式手段 在坚持中忍耐 在忍耐中坚持 三条浮阀在暗域虚空中漫无目的的飞行 周围空无一物 甚至连虫族追兵都没有 他们离开时的时机太好了 正是虫群将乱未乱 各自四散之机 虽然也有极少数虫妖注意到了他们的动向 但一无命令 二来实力也不够和一乏近百名人类修饰对抗 所以 也是故作不知 等到后来混乱开始 那就更顾不得也 前道人有些迷茫 安全是安全了 可接下来往哪里去 却是个大问题 他们这三条浮阀并不具备在暗域中辨别方向的能力 更不具备打开空间 进入主世界的神通 所以 回不去 也没有目的 好像失去了虫族的指引 他们已经变成了一群被遗弃者 难不成 就这么一直漂泊到老 浮阀上又开始鼓噪起来 人类就这一点好 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主意 当生命威胁不在时 他们就自然而然的忘记了事前道人带他们脱离的危险 而开始埋怨现在无处可投的境地 我就说了 当初还不如留在原地 不管他们谁胜谁负 总有个出路 却强似现在被磨死 慢性自杀 有修士开始了马后炮 李那都是屁话 真留在原地 你现在是死是活都还两说 哪还有心情担心暗欲空阔 也有人反驳 其实当时最好的办法是若即若离 既不停留原地 也不顾自走远 也好观察过程 做出决定 有自作聪明的 多少是远 多少是近 那里现在乱成一锅粥 虫子乱飞 这要是被发现了 还能跑得拖 和那四条符法有何区别 也有明白人 众人争论见喜 饶是前道人久历人生事故 红尘闯荡数百年 也不由得有些心灰意朗 也不说话 任由他们闹去 便在这时 十数万里外 一股凛冽的庞大杀鸡急速掠过 重嘴炮急忙停止争论 名神戏变 十数万里 在宇宙虚空中已经算是很近 肉眼勉强可变 在阳神手中 更是在攻击范围之内 大家忙于互对 对外借变化注意不够 才被这股杀鸡七道近前才发现 赤剑修 一鸣修是精道 不同道统 飞行时气势各有不同 藏在伏法中还感觉不出来 但如果直接肉身飞行 那就清晰明了 法修云淡风轻 潇洒自如 体修血气浩荡 威势慎重 鬼修阴气森森 魂幻相随 剑修则锋锐灵力 如剑刺空 这一股杀鸡 由数十修士组成 便如数十枚飞剑 前直楚 正是他们刚刚逃离的重足战场 不用想 这是剑修援军到了 倒是没人叫的剑修人少 真的人多了 宇宙之下 除了剑修 还有其他道统生存的空间麻 没看四十万重足大军 二十几位阳神的庞大实力 在一个剑修手底下就已经被祸害的支离破碎 人头滚滚 这要是来数十个和那个捣乱剑修一样实力的 这仗就不用打 各方宇宙都向剑修称臣了事 但显然 像捣乱剑修那样级别的 只是个别现象 重足恐怕要完蛋 有修饰判断 这是直觉型 也未必 还是要看数量 如果重足解散重团 就能凭空多出数百个大妖 还是有实力的 这是理智型 有人卖出仓外 正是前道人 声音却充满疲惫 这是老夫最后一次劝告诸位 之后 无论生死 去离 此趟随君老夫都不再领队 大家既然各有主意 那便各做决定也好 省得事后埋怨 老夫也承受不起 指了指剑修门消失的方向 我亦跟随剑修杀虫 道理不用我讲 谁都明白 何去何从 据各自便 说完 何时数名交情深厚的 一起向前飞去 众人稍有犹豫 又有数十名修士紧跟而上 道理很浅显 要想在暗域找个出头的空间 就得压住胜利者 甭管是剑修 还是虫族 你总得压一方 事实是 哪怕他们和虫族交易了数百上千年 战场之上 他们更愿意并肩作战的 当然还是人类 这是种族天性 永远不会改变 第1369章之缘 执法者 一定会在罪犯逃离后出现 援兵 也一定是在坚守者谈尽良诀 陷于死地后的千军异法时到来 这是定势 符合绝大部分脑补者的惯常思维 也是古今无数小说家强行灌输给大众的观念 好像不如此 不能体现坚守者的应用 支援者的及时 事实上 这样的巧合就是让天到来刻意安排 也无法做到如书简上那种夸张的程度 起码现在的李基就没叫得自己坚持不下去 虽然确实有些困难 可在像这样祸害几天他还是能做到的 所以 当他感觉到杀鸡急速靠近时 只是撇了撇嘴 来得还挺快 肯定是三秦老家伙在其中调度 他的神世早在数十万里之外就和三秦的神世有了交流 有关虫族现在的情况 以及他采取的策略 都一五一十地传给了三秦 这是修真战争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有利于统帅做出正确的判断 三秦玄机下令 所有人听真 首要目标 杀散虫团 次要目标 混乱局势 最后才是消灭虫妖有生力量 要记住 我要的不是击溃 而是把虫子死死拖在这里 等待清空各派到来 这一次 我要让虫族一个也别想回去 仲剑修轰然应试 在宣言战士体系中 领导者的指令就是铁律 必须无条件执行 剑修是平时最好英雄表现的 也是群殴团战中最懂听从调度的 剑道和兵道 本来就有共通之处 万月攻击阵型淬然散开 既然不攻坚 当然分散开罪能混乱虫群 冲旋一个转折 冲虫群侧后急扑而下 飞剑已经拒势而出 嘴里还不闲着 一个虫团算一个战果 五西行和他一般无二 不过却是对虫群中腰下手 口中大笑 师兄怎么算 你也输定了 虫族阳神大腰 终于意识到遇到了大麻烦 现在已经不是能不能攻略 清空摇山的问题 也不是全虚全尾撤回去的问题 而是怎么把损失降到最低 然后安全跑路的问题 剑修到了 法修还会远麻 整个左周星系修饰齐聚 那不可能 时间也不允许 但集中清空介域的修饰 还是不难做到的 也是必然会做到的 在虫族攻略人类界域的历史中 他们早就见识了这些人类 为了自己的家园 从绵羊变成狮子的栗子 意识到问题不难 但要拿出针对的措施 可有些难为这些强悍的生物 造物主在给了他们强悍身体的同时 也把他们的脑阔设计得小得可怜 平时还显不太出来 但等涉及到像现在这样 数十万生灵 数百大妖元英 净百真君 十数阳神 再加上剑修法修 墨语的商人 来的和还没来的 可能会来的 这些通通考虑在一起时 老子炸了 深空战争 是一门大学问 配合 调度 攻防 阵型 主次 宇宙各种族中 也就是人类能完美完转这些 因为他们的脑容量 因为哪怕在凡人世界都能玩出花的兵法大道 虫族最擅长的 就是以轰而上 或者 一窥而散 他们的全弓全手虫海战术 在深空中施展不了 反而成为自己的拖累 而当需要做出取舍 壮士断碗时 他们又不知道该如何断 断多少 是从手腕断 还是其间断 或者腰斩 实在是想不过来 唯一能安慰他们的 是剑修中的羊神只有一个 他们还有机会在高端战力上击垮对方 从而引得整个战场态势的胜利 这是最简单朴素的想法 也是他们唯一想得出的战法 剑修真军 瞬间便和十三个重腰羊神斗在了异处 这是他们的职责 元英们的任务是混乱战场 真军的任务则是拖住重腰羊神 不能让这些大腰队元英剑修下手 会出现伤亡的 轩元此次精锐进出 真军算三秦在内来了九个 其中三秦一人就拉了四个重足大腰 还斗得不分上下 支北 永咒 长弓三个元神各自稳压一个海略战上风 剩下的五个轩元真军对六个重足羊神 虽然有些吃力 但一时半刻也都不出个分晓 本来这就暂时是个平分之局 但别忘了轩元还有一头最阴险 最狡猾 牙口最好的土狗 李基最喜欢这样的战斗了 这根本就是来送人头的 当他没了顾忌 不用担心来自旁侧没完没了的威胁时 当他能把全部的力量放在一个大重腰时 这片天空真还就没什么能扛住他的飞进的 不断有大重腰开始了他们的死亡重生回圈 但他们拙劣的过去未来跟脚 在抱扬九次示范下 在李基丰富的判断经验下 回圈往往超不过两次 就有道消天象产生 留下不断的抱怨 吃地 李清歇 这个是为凶的 你抢别人去 吃凶 林慢点 好歹也让师弟我练练手 我还没斩过羊神呢 李乌鸦 你抢怪 我要去飞来风告你 李基并不是在抢怪 到了他现在的地位 早已过了靠斩羊神来树立威望的阶段 羊神 他早二百年前就斩过了 他斩的 都是心有抽身之念的大重腰 虫子这东西 等级越低越永恨 越不知死 所以他们被用来建立突破红魔大阵的生命通道 随着境界越来越高 灵智越来越清晰 他们第一个学会的情绪就是 恐惧 静诸者赤 静默者黑 和人类相处久了 他们也学会了人类最擅长的 死到有不死频道 死有虫不死本虫 自爆扬生死后 他就按下决心 这里的大重腰一个也不放过 那些真正拼命的他暂时可以不管 但有几只出功不出力的 就绝不能放过 否则同时跑路的话 他也分身乏术 时间流逝 剩下的几只大重腰终于发现了不妙 他们还剩七个 都是实力最强 最无畏最永恨的 但即使本于重足天性 这世上也不存在完全不知道害怕的物种 静畏 伴随着生命而生 随死亡而消失 贯穿整个生命历程 之所以没体现出来 只是环境不对而已 第1370章和为 清空各派法修真军们的出发时间晚了 见修不足一日 但他们有一个便宜之处 没走弯路 数十个大小门派的真军 加起来也是浩浩荡荡的小二百余人 这几乎已是清空的全部 在征服五环后 各大派的实力都在腰斩左右 几近些的就去的多些 保守点的就去的少些 但无论怎样 去的太少了就没有意义 所以对整个界域的修真实力影响甚至 不过好在 整个左州都是一个德性 所以 还能平衡得住 这基本上已经是清朝而出 不是他们永绝 而是没办法 再分兵留守 势必造成功不升 防不劳 都是被轩辕给逼的 所以 行径之间 心气是有的 但怨气也是有的 大概综合起来 就是埋怨轩辕不知事先沟通商量 自作主张 行事毛躁 如果大家事先权衡 还兵不振下 对付远道而来的虫子 还是盛面蛮大的 哪像现在 貌无畏的风险 法修的思考方式 何见修不同 这源于道统 万年来皆是如此 更四平八稳 更思虑周全 没有较大的把握 绝不形险冒进 所以 很容易错失机会 但自身守的也确实如乌龟壳一般 别人也很难找到下嘴的机会 这也就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对此次出征有些抵触 明知该去 仍然在实际上鸡蛋里挑石头 事后应该让轩辕补偿一下我等的损失 或者资源 或者流亡帝的开放程度 或者五环利益 有真君提议 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首肯 也不怕轩辕不低头 只要增辕时稍微示意 行动迟缓些 单独扛在前面的轩辕就会吃不消 反正这次重组的主要目标也是轩辕摇杉 他们往大了说是保家慰藉 往小了说是帮助轩辕也说的过去 但两日后 这样的声音就小了很多 因为暗欲空阔 灵机震荡传播会持续很远 这是四个阳神重组 不可能是轩辕见修 他们满门加起来也没四个阳神 这太假了吧 重组汹汹 远袭而来 结果却发现是指护的 欲擒与洛真君十分的不解 他们欲清和轩辕是万年的老对头 互相之间了解很深 从实力上来说 轩辕很强 但是不是强到短短时间内就能连斩 重组四名羊神的地步 这个很值得怀疑 如果轩辕有这样的实力 他欲清是怎么撑过这万年的 雷杨子冷冷一笑 重组羊神有缺陷 偷袭搞重海战术有一套 但正面排兵不振 他们怎么可能是剑修的对手 那些家伙可都是打群家打老了的剑棍 别说三秦 就是你我 对付这样的羊神 二 三个应该不在话下吧 雨落摇头 三秦只有一个 他们轩辕那只讨厌的乌鸦也不在 没道理的 话音未落 远远的又有灵机波动传来 先是三道 数息后 又是两道 一道 抱缺子也没一数 重组 完了 告诉各位道友 需要加快速度了 否则过去晚了 就只能吃些残羹冷饭 别说管轩辕要好处 我等恐怕还得看他们的脸色 什么拯救清空的柱石 抗击虫族的英雄 你们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不想看到这些的 众人没飞出多远 前方飞来一鸣建修 还是鸣昆修 冲几位当头的羊神一服 言道 各位前辈 三秦师伯让我通知各位 重组已被滞留 陷下当务之急 是如何全肩重组 以绝后换 所以恳请诸位前辈 是不是在如何控制住整个重组大军上 多下功夫 雨落羊神就很奇怪 那些重组羊神怎么办 李轩辕能独自抗衡麻 李这小姑娘 那是二十三名羊神重组 不是二十三头猪 就算你们现在已经斩杀了其中十个 难道自己就没有损失麻 还剩十三个怎么解决 三秦这老货 不会是在打肿脸冲胖子吧 那昆修也不解释 而是微笑如故 您不必担心 三秦师伯说 等清空各派到时 重组将不再会有羊神 这紧的 只是不要有太多的漏网之鱼 众人面面相许 这轩辕 是拿我们当天头 可有可无的呢 众人心中不爽 也不好在一个原因 尤其还是昆修面前表现出来 毕竟 在场的都是真君 这前辈风度还是要装的 但绝大部分真君都在想 真到了地头 如果轩辕战士不邪 倒要好好拿捏一番 措措这些见疯子的锐气 别不拿豆包当干粮 雨落诞声道 如此 头前引路 但一旁的太轻暴缺子 却阻止了他 灵机冲击楚 必是战场无遗 倒无需烦恼小友 这样吧 刘王帝应该还有些后来者 不知道战场去处 一是不劳二主 就不如请小友去知会一生 也省得他们如无头苍蝇般的瞎壮 那昆修端任一礼 唯清空出力 是我辈本分 有什么劳烦的 知晚辈实力不够 去了添乱 倒不如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前辈既有吩咐 晚辈就去流亡第一趟 眼看那昆修去远 飞池中 雨落疑惑地看向暴缺子 向后来的真君通传消息 这应该是他们三清道门之事 什么时候轮到知识 一个轩缘见修了 而且 这暴缺子的态度也温和地怪异 这老道对轩缘的忌惮可不在自己之下 有必要对一个原因见修这么客气 师兄 你何必 暴缺子指住他 我知你不解 不过此女虽实力普通 又出身轩缘 不过他的道理倒是不好得罪 三情之使他回来报信 就是为了让他远离祸端 我如何能再把他带回战场去 当然是接着往后传 知回流亡帝了事 雨落 雷杨子恍然大悟 原来他就是李姬的道理 怪不得呢 如此 师兄应该把他知回清空报信才是 那乌鸦 不讲理的 雷杨子若有所悟 你们说 轩缘这次杀虫族砍瓜切菜一般 会不会是那李姬根本就潜在轩缘未曾离开 有他在 轩缘这番战机似乎就讲得通了 纳斯 实在是个杀星 尤其是杀羊神上瘾 暴缺子 雨落街点头 认同雷杨子的判断 这也是最合理的解释 轩缘令一名羊神缺越在五环 实力也不是拔尖顶级 现在轩缘能做到这一步 单凭三情是万万不能的 那么结果就只有一个 这脚屎棍 历来大争端 大欧斗 就从来没有少过他的 非但如此 恐怕重足这场远席 都有这家伙的阴谋在里面 以这人的黑历史 他可不仅是终结者 更是挑起者呢 第1371章梦想 来传信的人 当然就是李基的婆姨 安然安真人 安大美人儿 他有一点让李基最喜欢的 就是从不给人添乱 说小了 这是有自知之明 说大了 就是有大局观 这种性格 可不是每个女人都能拥有的 事实上 无论是凡事还是修真戒 被所谓的红颜害死的英雄 都可以从摇山堆到树域 删去 尤其是那些被英雄情结毒害的女子 就是纯粹的英雄杀手 他们总有办法把自家的男人推入绝境 一句我以你为荣 或者是你放心去吧 我会替你照顾家人后代 从此决了英雄最后一条求生之路 安然不是这样的女人 她只做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 不多话 既不鼓励男人出去吵 也不埋怨男人没有大致的闷在家里 她只是安静地看着你 让你出去的久了 会思念那道温柔的目光 所以 哪怕不着调如理机 宇宙中黄久了 也会怀念轩辕城的那个小窝 有港湾不是坏事 最起码 心中的寄托有地方存放 轩辕的真君前辈都很喜欢她 所以 信使非她莫属 她也不会因为受人轻视而恼怒 更不会坚决要求亲上战场 因为她知道 只要自家夫君心神不受她的干扰 所发挥出的作用恐怕要千百倍于她出现在战场 正是因为她的自律 所以李机飘在外面 从来也没操心过家 这是她的幸运 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 这就是人生的未知感 可惜 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这样浅显的道理 比如 刘王帝的西渺真君 他成真君已经很多年了 可惜 也许是陷于刘王帝独特的环境 他这个真君却始终不能拥有真君的所有能力 哪怕他也去了主世界竟修了很长一段时间 哪怕有三清的神功秘法之池 仍然是无济于事 虽然自己的修行失去了未来 但西渺是得有报复的 只不过他的报复不是流于表面 像当初的血和教股门一样 而是深深隐藏在心里 等待时机 等待梦想来临的那一刻 现在 他叫的大概是等到了 或者说 在他有限的生命中 可能再也等不到比这更好的机会 立天宗密殿中 集中了所有宗门的精英 都是西渺认为最可靠的人选 那些和轩辕走得近的 一个也没来 就是怕是端不密 惹来杀身之祸 聚集逆天修士的理由很充分 抵抗可能的虫族的袭击 当然 三秦不是这么和他说的 三秦要求他汇聚流亡帝原因修士 随后加入对虫族的征讨 但现在他把人聚齐了 却没有丝毫启成的迹象 现在是个好机会 不仅摇山空虚 就连流亡帝的轩辕原因 见修也一个不拉的去往深空和虫子拼命 逆天宗于是得到了难得的 没有轩辕监管的时间 他是这么和逆天门下解释的 虫族来势汹汹 据传 有四十万虫族大军 其中阳神二十三名 底下真军原因级别重邀更是数百 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 轩辕没可能赢 这将是我逆天宗万年来最好的重返主世界的机会 深空一战 轩辕必损失惨重 即使有陆亡者 也不敢在清空停留 必远赴五环寻求依托 此时的摇山 就是个空壳子 我们只要通过传送 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现成的福利 封锁传送通道 即使有件修想回来也做不到 如此 逆天宗在清空主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未来发展 不可限量 周围一片晋级 哪怕都是最坚定的逆天宗核心弟子 很多人也被稀妙地坚定给惊呆了 很大胆 很奔放 但也很无脑 断流就叹了口气 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修士在道徒后期 无路可寻时 心态会产生某种变化 因为数百上千年的修行中将归于尘埃 而因此发生的心理情绪波动是有的 其中大部分 还是会做到守正本心 遵循大道 平静地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但也有少部分则会流于偏执 他们会去做一些在正常修士看起来有些丧心病狂的事 比如 尝试邪道 磕单过量 杀戮成瘾 道行逆施 等等 妻妙对自身心态的控制还是有的 但他的偏执表现在其他方面 逆天宗 上万年 一代又一代 逆天门人从未忘记过他们的终极梦想 重回主世界 在掌控宗门的核心传承上 是否理解并自愿承担这份因果 是能否进入逆天高层的第一标准 七秒四谋深远 布局周密 从心智上来说 是逆天宗千余年来最合格的掌握人 他也成功带领宗门度过了逆天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血河谷蒙之变 但那时之前随着生命慢慢走向最后一段历程 随着对主世界的了解接触日深 随着陌路修图的心态失衡 当有希望出现 哪怕是极缥缈的希望 也被他牢牢抓住 仿佛溺水的人抓住稻草 但这到底是不是机会 每个人的看法却是个有不同 尤其在座的都是原因真人 他们数百年和主世界的接触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们在流亡地盲目自大的习惯 在接触中 他们看得更广 也想得更深 当你顾不自封 观其门来自嗨时 宇宙是你的 当你走出大门 去拥抱这个无限的世界时 你是宇宙的 原因 终究是有自己的世界观 和大道理念的 不可能盲从 他们也不是那种有人登高一呼王后将相宁有种呼 就会揭杆而起的你腿子 断流之道这时候必须要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否则自己这些师弟中 也多的是狂热没有脑子的家伙 他们没有经历过流亡地被迫失的惨状 不知道主世界这些顶级大派的可怕 于是轻声道 师父 弟子有些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七鸟有些厌恶地看了一眼自己的这个大弟子 他们之间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深入沟通过了 因为他觉得这个弟子和轩辕走得太近 近得都忘了自己是逆天人 第1372章背叛 断流能感觉到有很多不满的目光 但他仍然没有退缩 对逆天的忠诚 对家园的爱 他不比任何人弱半分 只不过爱 方式各有不同 作为逆天前代掌舵人 西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而作为逆天当代的化事者 他也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哪怕和师父有所不同 时代变了 师父 弟子有数点疑问 还请师父解惑 首先 您是如何判断这次和重族大战 宣言就一定会输的 重族劳失远征 而我们占有地利 维护家园 清空各派清朝而出 这种意志不可小觑 还是您叫的宣言人数少得可怜 完全不对等 可宣言见修万余年下来 从来也不曾靠过数量优势啊 他们赢在品质上 所以此番抗虫大战 我和您的看法正好相反 我认为 重族必败 历殿中 重修士神态各有不同 但很明显的 正在分成两派 年纪更大些 经历了血满山门的老修士们更倾向于断流掌门的看法 而那些年轻的 最近些年才崛起的 却希望逆天能在主世界的纷繁中能占有一席之地 其次 咱们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是宣言败了 但宣言就灭亡了麻 他们之所以选择暗欲虚空中对敌重族 就是因为这里空间辽阔 进退自如 以剑修的纵剑之能 他们即使败也不会全灭 就算剑修以铁血闻名 那也没傻到在一个地方撞死宗门的所有力量 更何况 他们还有五环 还有一半的实力在外面 还有阳神真君 还有李乌鸦 明认为他们会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传承之地就这么被人占去而不闻不问麻 如果他们回来 我们怎么办 我们拿什么去阻挡剑修 力天踪近万人 您能找到一个能抗衡宣言原因剑修的麻 就更别提真君了 这是大实话 无论是哪派 都默认的实际情况 也是这次鸟战雀巢最大的漏洞 最后 好 宣言不来报复 他们都死在和虫族的征战中 五环宣言剑修也出了意外 那么 弟子想知道 我们在清空主世界如何生存 修真界生存的唯一标准就是实力 我们有实力在清空立足麻 别说清空的顶级门派 便那些有真君存在的一流门派 真纠纷起来 我们行麻 您不要看现在咱们逆天宗在主世界很吃香 有送功法的 有送丹药器物的 有弟子之间有好交流的 好像逆天宗有多了不起 但您要知道这一切的根源 根源在于只要有宣言在 他们就不可能进流亡帝一步 如果宣言没了 谁还会拿我逆天宗当回事 我们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谁还会再巴结我们外出游历的弟子 别说摇山伏地 就连我们流亡帝的根本 能不能守住都两说 师父 如果真走出这一步 逆天必亡 弟子恳请师父收回成命 收拾大军 早去虚空助手才是正事啊 断流一席话 字字诛心 句句气血 是肺腑之言 很多修士都暗暗点头 不解决这些问题 逆天逆袭主世界就是个笑话 会死很多人的 西苗冷冷扫失了众人一眼 虽然断流这些年来的威望有所上升 可和他比 云仪之别 在他带领下的逆天宗度过了重重劫难 这一切 只要他活着 就没人能抹杀 好 看起来很多人对老夫的戒言都存有一意 现在我就来解释一下 解释完后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不希望再听到胆小者的呱噪 西苗站起身 强大的气势勃然而发 圈圆一定会败 因为你们并不清楚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到底有多大 我说个简单的数位 你们就可以明白 不提四十万小虫 虫族单指阳神大腰便有二十三名 圈圆便指三秦一个 你们告诉我 这个差距怎么靠品质来填补 再弱的阳神 他也是阳神 不展过去未来 是杀不死的 三秦一身实力在清空阳神中顶尖 能同时对付虫族四 五个我没有意义 其他的呢 不仅是阳神的数量 真军数量上同样差距悬殊 原因同样如此 就算是他们在战力强横 能给虫族带来巨大的伤害 但本质在于 他们总有人负伤 总得有人陨落 而他们是消耗不起的 谈到清空法修援军 你们怎么就能认为他们就一定会准时赶到 为什么就不能在轩辕伤亡殆尽后才出面收拾残局 轩辕的一贯作派 万年来树敌何其多也 又有几个朋友 难道这次重足来袭事件不正是消灭轩辕的机会吗 殿中众人若有所悟 看起来 西渺师叔这次主导的入主主世界行动 背后恐怕还有其他大势力参与呢 看众人不出声 西渺满意的继续道 我们有朋友之缘 这一点务须会言 事实我不能说 但是 肯定是和轩辕同等级别的大派 否则老夫也不会轻易冒这个险 活了千年 老夫这点轻重还是知道的 所以 哪怕这次战斗轩辕有落网之余 也未必轮得到我们去对付他们 对那些大派来说 他们斩草除根的心情怕是要比我们更急切呢 至于五环界轩辕孽 老巢继灭 没了依托根本 你们以为五环的众多势力不垂涎轩辕的广阔领地麻 树倒胡孙散 强倒众人推 修真戒忠 当有利益出现 这样的例子还少麻 多少强大的势力 灭王也在转眼之间 不是对手的实力有多厉害 而是 群起而攻啊 西鸟目柱断流 我的解释 徒儿可还满意 看断流沉默不语 西鸟继续洋洋道 至于战了摇山福地该如何做 老夫自有定计 我等当然不可能在自居十七大派之列 战时的迎人也是必须的 外联三清 内修自强 只要过得数百年 宗门有真君出现 凭借我逆天深厚的基础 再重返顶级大派之列 很困难麻 人 一定要有梦想 光有梦想还不够 还要勇于附着实施 风险哪里没有 你坐在洞府中 机缘福地就会从天上飞下来麻 总要去争取 去国去赌 这样的机会万年难见 错过这一次 我敢保证在座的各位 都不会有再次看到希望的那一天 我承认 风险不小 可我同样认为 值得一搏 第1373张暗流 每个人 都在脑中快速思考 做出判断 这是关乎自家性命道徒的大事 可马虎不得 选错了 就会丢掉未来 七秒的话很诱惑 其本上把断流的 一问勃吃得体无完肤 但断流并不买账 作为正当年的原因 没人比他更了解师父的近况 这里面有大漏洞 师父 我还记得刚入门那年 您曾经给我们这一批弟子训诫说 修士 最重要的是自强 无论是个体 还是门派 依附他人 永远是杀中建污 不能长久 我方才听您所说 无非就是把希望都寄托在了某个背后的势力上 到底是谁 三清之中 不用猜 大家都知道 送功法 送丹药 百般拉拢 无非就是想着某一天把逆天宗推出去做个挡箭牌吧 他们隐在后面 把我们推在前面 百年之后风平浪静 随便找个油头就能赶走我们 如果轩辕回来报复 还正好做个替死鬼 这其中深意 明当真看不出来 不是自己实力得到的东西 终不长久 指望幕后势力替咱们消灾解难 太过一厢情愿 难道我逆天宗敬万修士的所行所指 都要寄托在他人轻飘的言语上吗 哪怕他是三清 七秒阴霾的目光 看着这个一手拉扯大的弟子身上 他没想到的是 跳出来反对他最激烈的 是身边人 长大了 翅膀硬了啊 没有门派势力能在这方宇宙中单独生存 总需借力 互相利用就是修真界永远的节奏 我们逆天 不怕被人利用 只怕的是 常年在流亡地带着 实力跟不上趋势 有一天会连被人利用的价值都没有 这也怕那也怕 不肯犯险 你知道自流亡地和主界有联系以来 我们逆天宗和主界门派之间的实力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 我来告诉你 是扩大了 不仅是硬实力 还是心理状态 我怕再过受百年 逆天宗连反抗的勇气都会丧失 到那时 哪怕更好的机会摆在眼前 我们也不敢动 不敢做 不敢想 就像现在的你一样 师父 您会把逆天带入深渊的 断流在也控制不住 私生大喊 西苗冷冷一横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 现在我宣布 断流有为宗的 阻碍变革 撤去其掌门职务 并罚鸭于私过殿 何时放出 再等综艺 站在断流身后的白河 一拍断流肩膀 顿时法力极限 封住全身 断流无心抵抗 万念俱灰 只是任他失为 他这的反对的领头人被拘 其他人也静若寒蝉 无人再敢言语 断流是西苗清传大弟子 还有被拘的幽呆 换成其他人 被打杀的可能都是有的 西苗左右扫视 看无人再敢出生 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再等一日 一为及其更多的逆天力量 二为等那些来迟的主界真君离开 一日之后 无论如何 我们都将进入主界 完成一天万年来 立祖立宗的愿望 而你们 会因为开创了历史而名垂千古 西苗还在殿中鼓噪打气 白河和另一个修士 压着断流往四过殿而去 一路上 断流激愤莫名 不由得怒问质住自己的白河 白师弟 师父失心疯了 那些年轻师弟跟着瞎胡闹 你是门中老人 经历过轩辕上轻功入山门之变 当之我所言不虚 却为何不阻止师父 反而助纣为虐 白河轻笑 能阻止得了麻 踏实真君 境界实力高出我等很多 我们又不是见修 哪有越阶的能力 再者说了 威望人脉 师兄你离师叔还差着些 我若帮你 现在被压的就是我们两个了 断流无语 宗门为难当头 白河你竟如此牺牲 不知道一旦犯下大错 你又如何在轩辕见修的愤怒下保全自己 我此时被压 只要师父不对我出手 重获自由也就是数日之事 你呢 亡命天涯 白河神秘的一笑 掌门师兄这首自保之目 真正是十分的乐得 知道西鸟师叔不会针对你下手 所以大胆畅言 既为公 也为私 回来还能落个之大局的名头 轩辕更会信任于你 师弟我可没有一个好师父 所以麻 一切都得靠自己 师兄你也不必捉急 等我联络上轩辕见修 一切自然烟消云散 只要来一个原因见修 我敢保证 逆天宗连一个敢说硬话的都不会有 断流目瞪口呆 白师弟你 白河一笑 师兄 你还是太鲁职太正身 咱们逆天宗这些原因师兄弟 这数百年和主界接触下来 又哪一个背后没有大派靠山 背靠三清是最多的 这也是西鸟一提议 立刻有人谨从的原因 投靠其他大派的也有 不多而已 那么你以为 作为恶助流亡帝咽喉传颂的轩辕 会没有人投靠吗 断流无言以对 他忽然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了意义 这还是纳得自己发誓要用生命卫护的宗门麻 自和主世界交流开始 这一切的变化就再也不由逆天宗的意愿 不管你乐不乐意 局势总是向他应该去的方问发展 水往低储流 人往高处走 这是客观规律 不容抵触 逆天宗待你不薄 断流的结问很无力 我待逆天也很尽心 白河不以为意 我为逆天流过血 在血和教和鼓蒙来袭时也未曾有过半分退役 那又怎么样 这不意味着我就应该为宗门的愚蠢而白白付出生命 我只是认为逆天和轩辕的合作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而三清 我琢磨不透 这一点上我们的认知相同 只不过你选择言语相抗 而我 选择直接暴力反对 你师父你还不知道吗 那是个听劝的 轩辕给了你什么好处 白河沉默些许 才到 我的子孙 勾进了轩辕道工 他们将走一条有未来的路 不像我们 我留在这里 唯你天尽兴 谁拉你天入地狱 我就送谁入地狱 也包括你师父 一日之内 我会等待有没有轩辕剑修前来 如果没有 我就通知传颂阵阵守 关闭传颂 七秒想通过传颂去摇山 他想得美 历天踪踪 还不知道有多少像我这样心向轩辕的呢 他根本就没机会 可惜现在还不自知 逆天 早已不是之前的逆天 你师父的话 在大家去主世界见识过后 已经没多少人愿意听了 断流默默无语 眼泪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第1374章末日 战场上 还剩下最后五只大虫妖 在十名轩辕真军的围杀下 尤其是其中还有三秦李基这样的大虫 逃跑已成为妄想 李基三秦已经抽身圈外 他们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了防备虫妖抽身上 剑修们都很需要活靶子 所以 他们现在在出手是不合适 整个虫族大军都陷入了完全的混乱之中 没有一个虫团还在坚持 和新楚的大妖都放弃了他们的子孙 准备垂死挣扎 可惜 他们的这个决定下得太晚 他们应该在发现剑修群出现后 就果断壮士断腕的 那样的话 他们能凭空多出数百个真军原因 五西行他们的压力会很大 不能怪虫子傻 他们只是舍不得把子孙就这样抛弃在暗欲空间中 而且他们认为十三个大虫妖 无论如何也不会输 他们错得很离谱 这一切的判断如果没有李基这个怪胎的话 还是靠谱的 但他们实在是没想到天道之下 琅琅宇宙 竟然有人开挂 这是崇族的悲剧 也是剑修的盛宴 李基把神势扩到最大 紧盯着战场的方方面面 以被谁有为难时能够施以援手 剑修传承还是太单薄了些 有些损失不起 即使这样 仍然不断有剑修陨落 基本都发生在外建和中老风养老修士群中 他们相对于崇族大妖的优势并不大 死伤也是难免的 以三秦李基的变态 也不可能控制整个战场空间 而且有些危险 也来不及 这是抱扬师兄的剑丸 李基递给三秦 剑修剑丸是不可捉的 但在同门之间 尤其是李基这样的大修手上 凡事总有例外 三秦一惊 接过剑丸 数千年的师兄弟 哪里还不知道是真是假 是谁杀的 是我 李基苦涩到 虽把抱扬的遭遇说了一遍 这是他的字抱扬的神魂直传 记录了他离开轩辕这千年来的坎坷 抱扬千余年前来到这方宇宙 其实并非为虫子而来 他是为追踪一名过境阳神而至 那阳神为了一颗星体中诞生的五行之灵 不惜毁星取宝造成无数的生灵死伤 而抱扬是个爱管闲事的 苦追百年终于在目马远寻到了那名阳神 一番激战后 那阳神不知 围求活路 竟然附身在重腰之上 通过暗空间逃离 抱扬也是个觉脾气的 同样进入暗狱 紧追不舍 这就是三秦号十百年追查他的下落 却在那里断了线的原因 在暗狱中 两人又纠缠了数十年 来到另外一方宇宙 便是虫族汇聚时来的最晚的那只虫族所在的宇宙 这方宇宙 是个虫族占主导地位的宇宙 即使这样 抱扬也毫无聚色 不斩杀那修士 是不甘修 但他没想到的是 这方宇宙的虫族 有母虫 母虫 浅显的理解 就是以后般的存在 有母虫的虫族 实力要远比没有母虫的要来的强大得多 因为母虫所淡的幼虫 成才率要远高于正常诞生的幼虫 这是一种具备某种奇异能力的虫子 它从不外出 甚至都没有移动能力 唯一的责任就是诞生幼虫 但是 在生命力场上 母虫却拥有几乎逆天的能力 抱扬过于自信 在最终杀死那名修士 并顺便干掉母虫后 它遭到了母虫临死前的生命诅咒 以其身带 这超出了剑修的能力范围 也许换个阳神法修 可能还有一些对策 但剑修在神秘力量上的应对手段单一 于是抱扬变成了一只不会弹虫的虫子 身体还是人类的身体 但灵魂却变成了母虫 每隔一段时间 它会短暂地恢复原有的意识 但在虫族的禁锢下 无法作为 随着时间过去 它清醒为人类的时间越来越短 意识是被母虫支配的时间却越来越长 这让它清醒十万分的痛苦 这是无法摆脱的诅咒 也许在诅咒出其被人营救还有去除的可能 但千年下来 虫魂已彻底和它的人类灵魂融为一体 再也无分彼此 在遇到李基前 它已有数百年未曾恢复清醒状态了 即使李基斩去了它的因果影响 但也是极短暂的 母虫的生命替换之处在于 每斩一次 随后产生的因果纠缠就更紧密 直到彻底相容 再也没有因果 也就无处可斩 鲍扬在清醒时便判断 他只有短短的数十席时间 可以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 说想说的话 他也把这次相遇看作是难得的解脱机会 所以 在神传李基时 便清楚地告诉了他自己的过去未来跟脚 以图解脱个痛痛快快 这数十席时间 他和李基配合杀了九名虫族羊神 直了 这也是他最大的能力 他担心自己回归虫族意识后会控制不住地向轩缘同门出手 所以断然要求李基帮忙 这个忙 很扎心 但却不能不帮 这就是李基奇怪举动的原因 他没有迟疑 更没有手软 因为他知道如果换成他自己 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其实 任何一个剑修在这种状态下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不能风光的生 那就骄傲的死 三情沉默两久 阴霾的眼神从战场虫族身上扫过 这个一贯自律 从来也不意气用事的轩缘扛起者 突然身形闪动 电光火石般地杀死了一个犹在苦战挣扎的重腰 然后 又是下一个 真君们从来也没见过这样暴虐状态下的三情 这和他们心目中的一贯形象不符 这怎么回事 圈圆剑派习惯抢怪的是李乌鸦啊 现在怎么反倒变成了三情老大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静默者 嘿 别耽误时间 我要这只虫族一个不留 三情冷冷地吩咐道 此时此刻 那阳神虫妖猎手 自然就让魏给了如何圈住更多的虫妖 就连三情也不再顾惜身份 冲入虫群 悍然出手 魂不管对方是真君 还是原因 李基叹了口气 他能理解 对三情而言 痛失数千年的老伙伴 对轩辕来说 损失了一位至关重要的阳神 这对轩辕未来的布局安排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剑修门看来 一名内剑阳神 一百个大虫妖来换 都不值 第1375章绞杀 清空法修群 终于到了 报缺子功力最深后 神师在战场范围一扫 叹道 阳神虫妖全完了 果不其然 那个李乌鸦也在这里 大家布阵吧 否则 别说是骨头 连汤都没得喝了 法修最是擅长布阵控制 这里有百余位真君 虽然战场很广阔 但在人类大批修士的借天之力下 牢牢拢住虫群没有任何问题 雨落摇了摇头 轩辕的强势让玉清的小把戏又落了空 不过也无所谓 反正她玉清也没真正参与进去 自有替死鬼顶上 所谓谋话就是这样 需要找好退路 一次不行再来下一次就好 总有成功的那一天 这是虫群崩溃的遗史 大难临头 什么同族 什么子孙 都是顾不得也 但现在在跑 难度很大 虫群中最聪明 最雀末的大妖 早在虫族阳神 接二连三的陨落时 就已经开始脚底抹油 但这毕竟是极少数 任何种群 也没有万众合一的信念 否则他们早就是宇宙的主宰 只不过相对人类来说 虫子崩溃的更晚些 逃跑的更少些 只有极少职业能够做到无惧死亡 无畏成败 也许剑修算一个 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数量稀少 真论起来 来得七 八十位剑修中 其实正当打的中间力量不足半数 细论内建 原因真军加起来也才刚过十来名 他们有凝聚力自然不足为奇 因为都是精英 如果你拉四十万剑修来 能做到这一点才怪 平衡 不可兼得 才是明明知道 法修们很老练 他们没有求大求密地布置一个 能笼罩整个战场空间的闭合法阵 事实上 经过轩辕剑修的数次冲击 整个虫群早已支离破碎 互相之间距离拉得极远 法阵控制范围太大 就不可避免的会降低封锁强度 对那些虫妖来说 钻齐一点冲出不是难事 所以 对密集区域进行半壁合法阵封锁 就成了常态 以围困高阶虫妖为主 至于那些小妖门 跑就跑了吧 以他们的能力 也无法再暗喻空间长久生存 所谓的一个不留 终究不过是种气化 哪怕见修法修数量再翻上一倍 当四十万虫子炸群时 也没有哪个势力能全留下他们 除非所有左舟大修齐聚此地 三秦终于发泄完毕 恢复了一贯的冷静 和李基一起悬在深空 看见修法修门在战场试血杀戮 其实对法修来说 这样的机会也是极难得的 他们也需要练手 在现在这种危险不大 对手还很坚韧的局势下 尝试自己的术法组合在合适不过 可比门派中对眼要刺激得多 李做得很好 抱扬师兄骄傲一生 如此归宿也是我见修的必然 不过 此事仅止于你我 不留宗策 轩辕见史上会写 内见阳神抱扬 于清空外暗喻 如抗虫族而族 斩阳神大邀九明 你叫得如何 师兄当得起 李基点头 这就是历史 修真历史其实和凡人历史一个鸟样 既然由胜利者书写 当然要稍微涂脂抹粉 以激励后人 轩辕已经算是很厚道了 只是隐瞒了抱扬不光彩的千年重魂变化 在最后的战机上 把两人的战果算到了一个人的头上 换个浩大喜功的门派 怕就要编出一个洋神毒闯虫穴 神威静斩虫妖的传奇故事 对自己的战功被放在抱扬头上 李基一点也不介意 现在的他 早已不需要这些所谓的战机来支撑 谁都知道轩辕里乌鸦的可怕 大家都在私下猜测打赌 赌这家伙晋升衰竞 去那不可说之地之前 手上阳神人头会不会过百 此战过后 轩辕摇山由你掌控 李现在已是元神 境界也够了 我估计轩辕上下 也没人敢跳出来和你别苗头 所以不要再远行 在下一个继承者出来之前 你就是轩辕 轩辕就是你 李基感觉很突然 喜喜爱爱道 师兄 是不是有点早了 临青春正盛 风华正茂 正是大展宏图之时 怎么就忽然想隐退了 是不是外面有大事要办 这个我可以帮忙啊 保证让您满意 三秦点点头 你要帮忙 可以 老夫要上镜衰竞 不如你替我去吧 李基一脸干大 师兄 我的意思是 没必要这样着急吧 主持轩辕 总要数个人选 多方讨论 几番商议 长时间考察 能这样随意 我看缺越师兄就很好 支北师兄也不错 不如 三秦斜了他一眼 缺越约束不了内建 而且年纪比我还大 纵是上来也主持不了多少年 何苦 支北实力不足 善谋而无断 主持一方面还可 长总便失了锐气 就只有你 凶残 无耻 阴险 欲识别出疾风 还敢付诸行动 能屈能伸 英雄做的 孙子忍的 悉尼和的 最重要的是 无论外见内见你都震得住 自己人也杀 前有外见原因 后有内见阳神 你主持的话 大事上可一言而绝 其他人不成 礼机无语 师兄 您是为轩辕 选掌舵 还是选恶棍 虽然咱们师兄弟 有些接触 但我觉得您对我的看法 太片面了 其实深挖一下 我还是有很多闪光点的 三情也不理他 只是遥望战场 神情索然 轩辕调掌舵 从来不调到的圣人 就只在恶棍中找 我们也从不中意 只凭上代一言而诀 今次我选了你 其中也有缺越见言 等你未来选下一位 也需照此处理 要记住 无论轩辕现在洗得有多白 怎么在低阶弟子中宣扬情操 对我等掌舵人来说 轩辕就是魔门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也一定是 如果有一天 轩辕见修连星都洗白了 那么离灭派己为时不远 礼机无言以对 三情长出一口气 我快压不住了 事实上 在远征天狼之前 我就应该上劲破衰 但我放心不下 远征之后 又担心轩辕力量量处分制 会有人心生妄念 现在 远征成功 重足覆灭 短时间内 不会有大事发生 你的成长又远超我意料 你不上 谁上 第1376章轩辕来客 礼机无法推脱 即使口中百般相赖 心中确实明白 这一次怕是躲不掉了 不是他不想为宗门出力 而是他更种情的方式 是另找一名德高望重者长总 而又他横扫痴魅王俩 这也是他向往自由自在的一点小心思 三秦早已把他看穿 站在他的角度 他认为轩辕更缺一位雷厉风行 一眼就能看穿事物本质的掌控者 比如这次虫族事件 支北还认为应该召集众人商议 完全没有看出事态的紧迫性和唯一的应对之道 他的思维完全跟不上里基这个阴险的小子 暗欲跟踪 数年忍耐 然后在接近清空后抱起发难 这可不是脑子一热的冲动 没有大智慧 大忍耐 大阴险 大狠毒 是不可能如此完美的解决重患的 只有三秦看穿了这小子 小事不着条 大事便枭雄 正是掌控轩辕的不二人选 有李基在 三秦根本就不担心自己摔尽后轩辕的生存问题 会不会受人欺负 唯一担心的是他会不会把天捅各大窟窿出来 更重要的是 有抱扬前居之箭在前 这证明了哪怕强如剑修阳神 当你过多单枪匹马的随心所欲后 一些不可逆的劫难也是难免的 轩辕已经失去了一名抱扬 就绝不能再失去李基 考虑到两人同样心高气傲 喜欢瞎逛的臭脾气 把李基锁在就近星空 就是最好的办法 要锁住他们这样的人 靠命令约束是不成的 只有责任 才是最好的枷锁 师兄有把握麻 李基只好问道 三秦傲然一笑 当然 老夫在主界没有怕过谁 到了不可说之地 同样如此 害怕的应该是他们 下次预测点名 又该有倒霉的了 只是 你小子不要来得太快 起码二千年 你要把轩辕守护好 除非出现优秀的替代者 李基点头 其实我一直认为 您应该选大象师兄的 大象师兄其实 其实坏起来比弟子还阴损呢 三秦微笑 大象麻 是个道貌岸然的家伙 其他一切都好 就是这境界实力 还不够出挑 不过在轩辕未来的日子里 他将是你最好的帮手 有你们在 我无忧已 两人言谈中 谈笑坚定下了轩辕未来千年的方略 至于虫子 已不放在他们的眼中 就让手下弟子去锻炼吧 自清空法修加入后 整个战场局势已定 谁来也翻不了盘 刘王帝 白河压解断流还未至思过殿 天空一道剑光一闪 一名闲尽柔美的昆修已落在逆天宗山门内 白河大喜 一道神室传去 也有大事预报 他对轩辕剑派的大修有些了解 不过这名昆修剑者却是衍生的井 实在是安然极少抛头露面 所以他们这些来自刘王帝的修士很难见面 他们也没资格去网闻广风 那是禁区 不过有一点很明确 这是名内剑修 可没有被外剑那种引人注目的剑侠 这对白河来说是个好消息 接触轩辕这么久 他也很清楚外剑和内剑实力上的区别 只要有一个内剑原因在 逆天宗欲逆反的修士 就没人敢作怪 几人立在原地 只觉微风扫过 一位丽人已站在十数帐外 温柔的眼光一扫 仿佛春龄大地 没有见修特别的丰锐 却另有一种泱泱大气 虽然感觉上修为还不如他们 但他们却不敢存任何轻视之心 因为在这女子的微笑中 那种容尽骨子里的自信和沉稳 却给人别样的压力 优雅的压力 站在她面前 只有一种感觉 自觉行贿 静静地听完白河极粗的讲述 女子却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 只是柳眉好看的弯了弯 这样啊 好吧 我给那些清空真君指定好方向 然后咱们再来处理这件事 白河极道 道有不可 有这些真君在 西鸟还不敢怎么放肆 如果清空来得上修都走了 咱们人单是孤 这些叛逆冲动起来 怕是不好收场 圈圆之势 不劳外人插手 而且人心波鬼 反而一生事端 这一大群真君 小女子可镇不住 彼此话说得温柔 但形势却异常果决 旋即晃身离开 不足一刻 逆天宗山门上空 已是飘起众多真君 纷纷向某个方向飞去 这明显是战场的方向 那女子 竟真的就这么把可能的强缘 全部放走了 白河叹道 轩辕见修 都是这么的敢做敢当麻 出话间 女子已回到三人身前 对白河微笑道 虫洞在哪里 还请白师兄带路 言谈之间 仿佛蜘蛛在握 不容置疑 三人鬼使神差的在前领路 白河心中忐忑 道有可有什么良策 咱们这事 先传回清空麻 安然展颜一笑 小女子哪里有什么良策 守在传颂阵外 不让人接近就好 我轩辕修是形式简单 几位师兄不要见笑就好 这可真正是见修的做派 你要反攻主世界 我就拦住你反攻的通道 无比的简单 无比的见修 无比的轩辕 三人无语中 却不好问凭她们区区四人 也许还有少量支持轩辕的修士 又如何挡住西渺为首的主流 那女子看出了她们的紧张 转移话题道 这位师兄 似乎深有不变 她指的是段流修为北风 段流主动见面道 我与白河 子也都是反对反攻主世界的 只不过白师弟她们在岸 我在明 所以被师父发配撕过殿 安然恍然 如此 还请白师兄撤去封印吧 事态已然明了 也没必要行这苦肉之计 我曾听外子说过段流 白河两位师兄 都是逆天宗的翘楚 眼光长远 身名是礼 对门派一片忠心 今日一见 果不其然 实为逆天栋梁 门派住时 段流 白河非常惊讶 连忙问道道友的外子是哪个 认得我们 安然倾笑道 李基 曾经和两位师兄为宝 为逆天山门而共同战斗过 两位师兄还有印象吗 两人大惊 第1377章不让须眉 段流有些结巴道 李 李上真 那道友应该是安真人了 吃李是李 难道 李上真也参加了这次重族之战 我怎么听说李上真还在五环之外呢 白河却捉急道 既是李上真 道友请恕我等无礼 这次阻截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安真人冒险的 您回清空 这里交给我和段流师兄 我们应该还有些支持者 定要拦住犀鸟 不让他的计划得场 毁了逆天宗 白河人情事故经熟 楚事想得通透 在这里谁都可以出事 偏偏这女子却不能掉一根汗毛 否则那大虫发怒 你天是会灭门的 这可不是开玩笑 安然言嘴轻笑 以外子性格 哪里有家打 哪里就一定少不了他 你们也无需担心 此战大局已定 三日之内 必有捷报传来 之所以现在还在胶着 不过是玉泉坚重足而已 又哪里能有什么意外了 他冰雪聪明 又有三情提点 早在深空中传来 那十余道阳神道消波动时 就已明白了大势所趋 所以现在也不算是夸大 可是白河还玉分说 却被安然止住 我有把握的 两位师兄倒无需担心 直到时帮我去分梁幼就好 小女子还是投赐来流亡帝 人都认不全呢 次人来到重洞前 也不进洞 就在洞口香后 里面两位职守 分别是轩辕上青的一名金丹 上青金丹不认得安然 可那外见金丹却是认得的 开玩笑呢 这位都快成为第一夫人了 不是大小毛 还想不想再轩辕混 安然柔声道 辛苦了 这里有些变故 若我等挡不住西秒 你们即可破坏传送 不要迟疑 可清楚了 轩辕外见金丹大声应事 上青道人还玉分说 却被轩辕金丹狠狠拉了一把 才一头雾水的退下 断流白和紫叶三人 自然而然的站在安然前数十丈 心中打定主意 便是拿身体抗 也要让这女子不受伤害 她们实在是害怕有个闪失 那只乌鸦会失去理智 这不完全是惧怕 而是不愿意笑命一辈子的宗门 就因为这样一次的愚蠢失误而烟消云散 安然能理解她们的心情 也不去阻止 所谓敬诸者赤 和礼姬相处久了 她这行事方法也开始变得有些像自己的道理 行事直接 直指要害 不过她的方法是守传送 真自己加那只大虫来 恐怕必定就是指导秘店 杀人力威 这一点上 安然显然还没学到家 数个时辰后 有两名原因过来欲控制宗门传送 却被三人直接撵走 不能怪西渺形势草率 不提前做准备 事实上她也不敢提前拿下宗门 因为那样做会引起来往流亡的真君们的怀疑 在西渺看来 看守者不过是两名精丹而已 随时拿下的节奏 所以才迟迟而来 却没想到在这样却碰了个钉子 安然都未出手 就被击退 在逆天宗中 断流和白河的实力也是顶尖的 他们是老资格后期原因 不碰主世界修士 观其门来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一般修士还真动不了他们 没过多久 大批逆天修士在西渺的带领下蜂拥而至 西渺脸色铁青 她没想到自己的清传徒弟竟敢公然武力 反抗自己的命令 看来自己在对门下的管束上还是太柔和 以至威严不能贯穿上下 断流 涅途 白河 小人 子叶 盲从 你们三个 现在给我过来 让出道路 我还可以看在多年师徒同门的面子上从轻发落 在执迷不悟 雷霆之下 修怪为师拉手无情 违逆天宗未来 弟子绝不同意师父的反攻之举 师父 回头吧 轩辕见修已道 再不收手 逆天万年传承 就要毁在这一代 你我都将成为逆天宗的罪人 轩辕见修已至 这句话可把一众梦想 恢复逆天荣光的修士门经得不清 他们此次反攻主世界成立的基石就是轩辕失败 灰飞烟灭 如果轩辕还在 那怎么打 数百年来和主世界的紧密沟通 无论是亲眼所见 还是口口相传 轩辕的实力在清空世界若论个体 无出其右者 逆天修是在主界游历 找人研法教计 一般也只敢找那些一 二流的宗门 顶级大派是很少找的 败得太难看 没有悬念 至于剑修 别说轩辕 就连云顶剑公他们也忌惮陌陌生 现在真有轩辕剑修悔反 这这可如何是好 排未来的极应队 天空中骚然出现一道剑影 骑士如山 五行昭然 堂堂惶惶 锐利无匹 剑光横气而至 在重动前 双方遥遥相隔的空地上 画出一道深百丈 长千丈的鸿沟 同时一个轻量的声音响起 轩辕安然 利剑为祸 有过此勾者 战 逆天群修大华 这里属于逆天山门的核心区域 山体构造都是流亡地 最坚固的云纹白岩 而且外表还附有待正法 烧鹿的十阶石板 最是坚韧不过 平时修饰岩法 都不能损其分毫 像当初血和叫古蒙来犯 打得那般激烈 也几乎未损山门建筑 现在被人一箭扫过 却浑如豆腐一般 这轩辕剑修 也太恐怖了吧 他们当然不知道 安大美女这也是狐假虎威 玩得障眼之法 以她在剑术上的那点鬼话符 其实和逆天修是一样 全力之下 也是不能破开地层如此坚固的食言的 但她做不到 却有人能做到 离开清空 远征天狼前 出城真军的礼姬第一时间 就给媳妇做了很多这样的一次性大威力剑服 有五行的 阴阳的 杀戮的 雷霆的 毁灭的 等等 其中五行的还算是最中正平和的 如果祭出杀戮剑服 这山门之中 怕是有人要倒血眉 但安然不好杀戮 能和平解决 还是不愿多造杀孽 荆出五行剑服 只为震慑解晓 其后续之事 自有宗门处理 她是懒得管的 进入轩辕数百年 虽然剑术一无是处 是文广风出了名的原音副班长 但剑修就是剑修 虽然剑术未登殿堂 但剑修的那股敢作敢当的锐气 数百年下来 仍然把一个柔弱女子浸泡了出来 第1378章班师 安然是谁 在轩辕剑派中这不是秘密 第一夫人的名头谁又没听说过 虽然这里没人见过她 但却没人敢不相信这点 这也就能解释 为什么断流白河等三人 吃了雄心抱子胆 敢在这里躺臂当车的原因 换了他们 也一样敢 白河的反应很快 抓住时机 大声喝道 与崇族战争胜负已决 清空完胜 现在正处于追索完敌阶段 不日大军就将回归 何去何从 如何选择 不用我身讲 你们心中自然明白 现在出来 站在我们一方 念你等受人蛊惑 并未过身参与 也未有实质性动作 安真人答应你等过往不救 这话我只说一次 执迷不悟 死不悔改 那你们就等着轩辕 见修来收拾而等吧 至那时 却修要怪我等不替你们缓罪相求 这是个很好的时机 本来修士群中就有不少心向轩辕 只是被胁迫或者暗含用意的 白河这一喝 这些人闻歌儿之嫌疑 纷纷走出来站在断流白河身边 他们这一走 立刻带动了那些没主意的 手术两端地 瞻前顾后的 脚踩两只船的 见修之法 谁不害怕 去主世界力派确实荣光 但那也得活着不是 如果是死荣光 甚至荣光都没有 还被各背叛的恶民 这种亏老本的买卖谁做 墙头草的出走 立刻造成双方力量 数量对比上的失衡 本来汹汹而来 占了绝对优势的反攻者 现在倒成了少数 就这少数之中 意志不坚定的 投机的 本无信仰心思灵活的 随大流的 又走了一批 处还没倒 胡孙就散了 只因为听到了 那个沙星的名字 不对 只是那个沙星老婆的名字 这修真戒到底怎么了 气节呢 坚持呢 奉献呢 都喂狗了 西鸟面如死灰 现在他身旁 只有撂撂数名 被欲轻微的罪宝的修士 他们总算是不糊涂 知道现在就算是走过去倒戈 自己的那些串联 挑唆 鼓动 也瞒不了人 又何必过去惹人笑话 安然的声音适时而起 轩辕行事 坦坦荡荡 有冤声 有仇报 诸位所为 本来罪不可赦 但念再未造成任何实际后果 轩辕也不会多造杀孽 安然在这里保证 如果尔等不血腥相见 轩辕也不会血腥相回 除去守恶会酌情禁锢外 其他盲从者的惩罚也就有限得很 生命可贵 道徒无牙 请诸位深思 且行且珍惜 有声音喊道 道友能代表轩辕麻 安然朗声道 我不能代表轩辕 我只能代表李基 李基现在就在战场 你等还有何疑问 这最后一根稻草 彻底压垮了逆天修士的反叛之心 既然没有性命之忧 那还是从了吧 李基是谁 大家都清楚 虽然他现在上面还有个三秦 但谁都明白 数百年内 这杀星必定尚未 他的话 就是最终决定 奇妙颓然的目光扫过众人 这些他曾经最坚定的支持者 在关系宗门生死前 却几乎全部背叛了他 是他真的选择错了麻 目光最后停留在那的女子身上 一个弱女子 修为在朱修中垫底 却是哪里来的勇气蔑视群雄 为什么全清空的人才 都聚集在别人家中 是人本来如此 还是门派改变了人 他看得很清楚 女子使用的是剑符 那一定是李基给老婆留的 问题在于 就算是剑符 他也完全没把握能抵挡得住 完全没把握 那种力量 就根本不是自己能抗衡的 这让他连出手一搏的心思都没有 和其悲哀 他把目光看向远空 既希望于奇迹出现 有真君修士前来相帮 来告诉大家 这女子说的都是谎言 人类并未得到胜利 轩辕全君覆灭 可惜 这是注定无牢的等待 他被抛弃了 曾经有人对他说过 流亡帝有他们的眼线 无论发生什么 危急时都会有人站出来助力 现在看来 不过是为了宽慰而已 或者 明知是不可成 已经悄然撤出 只留下他这个大钢顶在这里 他得到的所有承诺都是模糊的 更不见文字留下 这让他想甩锅 也没人可甩 真说出去 别人还不得说他恶意攀咬 随口诬陷 也只有到了这一刻 对修真界的风云波轨 他才有了更深一步的认知 饶是他自认为谋算深远 心思深沉 但在那些比他活了更长时间的老怪物面前 仍然是个被耍弄的结果 叹了口气 看了看几个心腹 其实真正意义上来说 这几个又何尝就是他的心腹了 还不如说是三清的心腹来得更准确些 他的心腹都站在剑痕的另一侧 他们才是真正一心为了逆天宗的优秀弟子 想到这里西渺再也没有了反抗的念头 他有野心 但不代表他会眼睁睁地看着门派走向灭亡 只是不同的道路而已 目注断流 西渺传声道 你要照顾好门派 就指一点 哪怕我们自觉于流亡帝 也不要成为他派的附庸 回头看看身边的几个修士 淡淡道 走吧 我们的归宿是思过殿 自己去总比被人压着去要体面些 一场风波 在爆发前 终于完美的消耳无形 白河敬佩的望向安然 安道有 我会安排人看紧他们 宁可需找地方歇息 如果不回清空 我给您找个安静的地方 安然微笑如故 只不过他的微笑可要比他男人真诚得多 无需如此麻烦 我就在这里 哪里也不去 直到大军回来 另外 其实看管西苗等人也没有多少意义 他们要走 你们也拦不住 逆天宗终究是他西苗的 只要他活着一日 就是如此 你以为 现在站过来的这些人 就真的和咱们一条心了吗 时事所迫罢了 一日后 终于有确切消息传来 轩辕大破虫足于暗欲 净图其二十三名羊神 当晚 思过殿中 西苗图师拉手 杀死身边的几个最坚定者 然后自裁于思过殿中 临走前 没有留下一句话 这是他为逆天宗做出的最后贡献 只有他们的死 才能烧解轩辕的怀疑之心 才能让逆天宗有机会在流亡地生存下去 这是一名老修士最后的判断 断流 白河常跪于思过殿外 泪流满面 第1379章格局 暗欲和重足一战 让轩辕的声明如日中天 这是好消息 坏消息是 战斗过后不久 轩辕事实上的掌控者三情宣布闭关衰竟 轩辕至高无上的飞来风风主 将由乌鸦礼机接任 摇山有十三封 各有风主 执掌一方 又有掌宗事务的掌门体系 内建雷霆电体系 外建建起冲销格体系 但万年来 所有人都知道 轩辕的灵魂就只有一个 飞来风风主 李乌鸦 这个神增鬼燕 阴险恶毒的家伙 终于上位了 对轩辕来说 这也许是好事 因为领导者很强力 众望所归 对清空各大门派来说 则是哀声一片 这意味着他们将经历 黑暗的乌鸦时代 这个时间 至少以千年纪 也就是说 绝大部分修士这一辈子 都将生存在乌鸦的隐微之下 何其痛苦 轩辕建派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李基成为雷霆电主时 还有很多贺客来助 因为雷霆电影响着 轩辕很多外事方面的走向 但飞来风主 这是轩辕内物 不宣于外 而且 星空界域又有几个人 有资格来网住 轩辕的掌舵 当地位高到一定程度 必然就会产生 取高喝寡 高处不生寒 现在的李基 真正是动念之间 能图门灭派的存在 所以 有人是不太开心的 老子在成雷霆电主时 还狠狠地捞了一票 这现在怎么越混越回去了 当面送礼不合适 你悄悄送来也可以啊 千缕不嫌多 白缕不嫌少 老子其实很好说话 不挑的 轩辕成窄底 李基平窗而立 嘴里愤愤不平 安然白色罩袍 从后面走近他 轻笑道 别闹了 这要传出去 鼎鼎大名的鸭军会因为没有收到贺礼石小信 会让人笑话轩辕的 李基一瞪眼 我看谁敢 把无业草不肥 人无外财不富 千年修行只为财 正经辛苦赚来的 其实很没有成就感的 老子就喜欢别人心理暗骂 脸上还要堆起笑容 手上献礼 嘴里还要说些肉麻的奉承话 那才真正是人生赢家呢 知道自家男人 其实是开玩笑 都自己开心 把脸埋在男人宽阔的背脊中 安然翠道 别装土财主了 谁不知道你 从虫族那里的来的数万子清 这不几日就让你分得一前二进的 就跟白姐来的一样 李基一笑 拍了拍他的手 家大业大 我这当家不好当啊 李瞧瞧 哪里不需要灵机之印 大象师兄那里的单独送一份吧 老头儿待我不薄 再说我还想把他境界搞上去 来替我占这坑呢 雷霆店的多留些吧 一个个的 红眼珠子盯着灵机不放 半大小子吃死老子 我这当 嗯 当家的能不管不问 内外的均衡吧 现在不比往常 只需管好闻广风就好 冲销个那边崽子更多 都是狼 胃不饱啊 人情的顾吧 陈远老头儿虽然吃这东西没用 但好歹能言歇售 那是必须要给的 还有鬼情这不着调的 黑阳那废物 哪里都是开销 别人掌控一派都是大把捞金 大乘进盈 我这可倒好 才做了当家的 数万旅灵机就没了 找谁梳理去 安然咯咯笑道 其实 其实我是用不了那许多灵机的 你就偏要给那么多 李姬黑道 有备无患 总要留些私房钱 放我手里留不住 就不如跟你那 感觉到背后的女人沉默了下去 李姬转过身 握住她的双手 还在为流亡帝之事后悔呢 你做得很好 比我想象中还好 有什么可自愿的 安然心叹 其实我还可以做得更多 如果不是那么大义 他们其实本不必死 李姬默然 稀妙的最后举动救了逆天宗 否则他的第一感觉 就是要从根子上灭了 这个门派的 和安然的人词不同 他看到的是后患 这么大的一个不可测势力 藏在摇山中 绝对是个隐患 这次是逆天宗不成事 如果未来有一天 敌对势力通过某种方式 进入流亡帝 再通过传送 直接进入中老风摇山腹帝 该怎么办 还指望幸运麻 犀苗等人必须死 没有活的可能 只不过他们自己选择自裁 又给逆天宗掉了一口气 不过这也警醒了李姬 在剩下的修饰中细细甄别 慢慢排查 并安排可靠的清宣元修饰上位 争取百年之内 彻底同化逆天宗 当然 传送阵的规矩更加的森严 真正杜绝连续大批传送的可能 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交给了谨慎人燕二 由建启冲销个负责执行 当初在沟通流亡帝时 三方曾经有过约定 不干涉对方的门派运转方向 但现在既然逆天毁约在先 李姬就不惜下手在后 修真戒就是这样 在门派利益上 没有容忍 这些是没必要和安然说 他是一个单纯的人 就让他保持这份单纯吧 我是不是做错了 是不是太软 像我这样的 永远没资格统一 一个门派吧 李姬楼紧了他 你不需要统一 一个门派 这种又脏又累的 是由男人来做就好 你只需要统一 好你的男人就可以了 别想东想西的 大白天的 轩元剑派在暗域虚空 斩杀23名虫族阳神 这样的伪计迅速在清空 在左舟流传开来 真实的版本没人知道 但23次阳神 道销天象是做不了假的 这就有个疑问 只有一名阳神的 轩元是如何做到的 是一群屁屁虫麻 经历了后期围剿的 法修门之道 绝不是因为虫族有多弱 实际上 哪怕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 法修门在拼死反抗的 虫族面前也损失不小 那些原因因神员神 级别虫子犹如此 阳神的实力如何也就不言而喻 关于抱扬 外界没人知道 就算是在轩元内部 也只有极个别的己人知道 阳神见修被母虫生命同化 这是个大丑闻 轩元当然要捂盖子遮掩 密不外宣 只有等至少数百上千年后 才会慢慢泄露出去 这也是门牌威慑的惯用伎俩 不说就是没死 没死就是威胁 威胁就得考虑 如此云山雾罩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所以除非你去某个门派的魂堂细茶 否则对方那些大修的生死存亡 都是门派的最高秘密 旁人哪可能知道 第1380章低调 这样的保密造成了一个结果 大家最终还是把目光 投向了李乌鸦的身上 因为在这次抗虫大战中 它是唯一的变数 身更细巴 紫细人肉 很快的 人们又发现了它在其他宇宙的恶行 比如 杨母派两个驱死的杨神怨魂 浮游公战力榜首幽福子的不得不说的故事 如此种种 一头石神恶魔的形象也就鲜活具现 跃然而出了 人虫通吃 杀戮为乐 这就是李乌鸦的标签 洗也洗不掉 圈圆可以洗白 李乌鸦不能 他那一身黑就是渗进骨子里血脉里 天然黑 在这次和虫族的战斗中 陨在他手里的杨神大妖有多少 通过轩辕剑派自己人的回忆 以及捕获的虫妖术说 当不下于十数名 这是个恐怖的数字 一个颠覆修真界正常认知的数字 一个就是衰尽修事都未必能做到的数字 至此 这杀胚手上羊神的血早已超过二十 正稳步向三十挺进 结论是 这乌鸦不亡 就别动轩辕的心思 清晨 礼机一身轻衣 神轻气爽 落出了宅底 以他现在的实力 相当于陆地神仙的境界 要去何处 不过是动念恍生之顺 那样才更有大修上镜 一派之本的气势身份 但他不喜欢这些 他更喜欢像平常人一般 清晨迈出家门 看长街弯弯 呼吸清新空气 和左邻右舍打个招呼 然后各自开始一天的忙碌 这会让他更叫得自己是个人 而不是高高在上 长千万人生死于动念间的神 这是他一直在警醒自己的 他不希望自己丢失做人的快乐 而变成一具亘古不变的石头 尤其是境界越往后 越不能忘记 掏出一颗烟 旁边早有人一脸产笑的邻居 鲁胖子打着了火石 他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了 这是他的特权 每日清晨为轩辕之主点第一颗尘烟 这是他鲁胖子的骄傲 数遍全轩辕一份 谁也别想抢走他的这份荣誉 原因不成 就是真君也不成 抽烟麻 要的是那个吊吊 就是要有烟有火 才能完成一次吸烟的仪式感 否则对修士来说 哪里需要火来点烟 便没有烟卷 嘴里也能吐出烟来 那又有什么意义 李姬顺手抛过一颗烟卷 鲁胖子双手接过 点头哈腰的目柱李姬离开 然后从那界中取出一支玉瓶来 小心翼翼地把烟卷放进去 罗顺 再塞回那界 鸭军的烟是随便什么人都给的麻 他鲁胖子这是轩辕成独一份 就曾经有上竟财大气粗者 十倍百倍地收他手上的烟卷 但他老鲁是见前眼开的麻 就是不卖 这是荣耀 荣耀是能用资源衡量的麻 看那上竟修者一脸信性 心中恼怒又不敢发作的神情 鲁胖子就跟吃了蜜一样的满足 李姬低空略过摇山 星辰的雪原格外的美丽 他的气息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忘记 这是家的气息 在经过文广风混沌雷霆店时 里面两个人的争吵声依稀传来 冲玄师兄 我轩辕弟子什么时候学会赖账了 明明比我少杀两个 偏要扯些别的来敷衍推托 这是我内见一脉所为 反正我不管 这雷霆店主之位你是做也得做 不做也得做 这是五西行的声音 冲玄则毫不示弱 我赖什么仗了 如果不是和师叔们联手绞杀虫族元神 我至于输你两个虫头麻 最后杀死元神 算我一份战机这不过分吧 怎么就不算数了 五西行我告诉你 门派把你调回 就是为了让你接管此职 怎么 现在跟我这里耍流氓呢 李真有本事 去飞来风耍去 押军要是发话 我二话不说 否则 你就给我乖乖钉在这里吧 两人积一嘴压一嘴 争的是不可开交 李吉一笑略过 留下一句话 五西行接任雷霆店主 这是宗门内定 不可推辞 再比比 老子敬你的足 雷霆店中 冲玄一声欢呼 哈哈长笑中 欲进而去 只留下五西行愁眉苦脸的坐在店中 李吉的话 他不敢反驳 机微之下 就只好认倒霉 李吉略空而过 他大名鼎鼎的李乌鸦都被拴在了这里 你个小五还想自己跑出去逍遥 做梦呢 事实上 宗门对人才的使用自有一套章法 却不存在拴谁不拴谁的问题 越是有前途的修饰 越是要过这一关 等嫌普通剑修你就是想当这个店主 轩辕给你机会嘛 细数这几届店主 大象 大西 李吉 然后现在的五西行 哪个不是在原音境界精彩绝艳的人物 现在前面三人都正的真君 在守雷霆店已不合适 所以才有把五西行条回一说 在这之前 都是由冲玄这样的副店主代理 却从来也没有亲授店主一职 所以从宗门高层对门下修饰的潜力评估中 冲玄是不如五西行的 去雷霆店学习处理店物 也预示着未来要给小五加担子 是必须走过的一环 又哪里是你想不做就不做的 当初桀骜如李吉 还不是照样认头服软 又哪里有人情可讲 清闲可躲 到了飞来风 李吉就有些挠头 说是飞来风风主 实际上在飞来风他连个办公地点也没有 都是传承久远的破败宫殿 四处漏风 也没有几座 这个位置 更着重的是精神上的象征 而不是有多大的排场 修饰不太讲究这个 尤其是轩辕见修 当然 三清除外 这里是敢武渐进的地方 一切从简 真是简陋啊 不过他无意改变这一切 这些破败 能让来此的简修们更能感悟修真的残酷 历史的沧桑 这是传统 激励修士不断向上 接替三清已有数月之久 朱班战后所示已了 大家各安其位 各做计划 正是他准备开始的时间 于是一枚飞剑震出飞来风 剑笑嘹亮 心悦激昂 这是简招所有宣言原因 及以上简修的简性 不是迫切大事 和之前他通过九弓箭 那道魂箭截然不同 箭性一出 轩辕摇山各处 不断有箭修纵起 押军礼机的头一次相照 谁敢无事 不怕穿小鞋麻 不出一刻 出征暗喻的原班人马 大小数十名箭修齐聚 等待新任老大的第一次训话 是一种箭修约的箭修约 是一种箭修约的箭修约